《哲學的慰藉》 好 歡迎大家回到哲學的慰藉 今季是講《世界史的結構》 《屏谷行人》的書 我們已經去到三分之二了 我們現在剛剛在談 普遍宗教在整個世界史的發展裏面 扮演著什麼角色 是不是真的如馬克思 所以是上層結構來荼毒人民的鴉片 我們這個季節繼續由Connor、Tommy和Andrew去戴 我們斷一下 停一下 因為有很多不好預見的一些Turbulence 但不要緊 多謝大家 都保持回來 如果你知道有些聽眾 他也有聽開的話 我請你拼他們進來 因為我們不是很定時 我怕他們以為我們斷了 我怕他們以為我們斷了 我們今天開始講普遍宗教 我們都準備了很久 其實因為宗教不是我的長處 所以我們都做了一些研究 如果大家想看到今天的筆記的話 可以按進我的profile 錄到最底 就有我的IG 在我IG的Bio裡面 就有我的RingTree 但現在按進第一個按鍵 就可以看到今天的筆記了 如果想看上次的筆記 都可以按第二個按鍵 是的 然後今天的筆記 我會怕都是還沒打的 因為我本身打算在開球之前打完他 但我剛才睡著了 我剛才睡醒 所以還沒打 應該沒記錯 應該是我先開始的 所以如果1999的話 就大家請見 我盡量講慢一點點 因為都不是這麼多內容 一夠時間講 但因為剛剛睡醒 我腦袋沒有很功能 所以我慢慢慢慢地講 應該都可以的 快點東西出來 是的 因為都準備好了 因為其實之前 本身應該是上兩星期講 還是上星期講的 但因為有些工作上的事情 有些緊急的事務要處理 所以就沒有講到 結果都發現已經不太記得了 但幸好一開始 這一篇的頭 一開始的事情 就真的不算好心 普遍宗教的一篇 但是我需要一點時間 去reboot 化我的腦袋 好啊 不如我們做個recap 好啊 好啊 可能可以做個recap 其實我們在講宗教之前 是在講帝國的 大家如果知道 我們本身的脈絡就是 由事族社會取代原初的一些武術社會 透過勒索的身去交換一些東西 然後當事族社會開始進入帝國 就是當民族的時候 就需要一個統一的思想去communicate 而隨著貨幣這種普遍性的交換物料 宗教也都是向著帝國和宗教都是向著帝國的四周去遍佈的 最主要是跨越了持續共同體的那些邊界 就有點像你這個男精靈的社會裡面 那些巫師經常走進去男精靈那裡 就創作了一個一圓的神 那為了通常打完仗 就是收編了他的權力之後 他都不斷給你那個部落的神 是進回去萬神殿那裡 叫做給你繼續去拜祭 但是也很多時候這些神會完全被消滅 就是正如耶和華本身的戰神 他贏了之後 他打贏的那些神是直接沒有人記得的 那也都解釋了為何摩西見到他的伴侶 去拜金牛的時候這麼生氣 那所以我們今天就進入了去 就是開始去講這個一神教的起源 和他的力量的時候 也是很需要去透過一些的 德納獨行的一些人格 去幫他去 embody 這一種一神教 所以就交給Tommy 去講這個冒犯的先知 好 我想問我應該說了倫理的先知 為什麼都是冒犯的先知再加上去 對 尤其是我想說 我在Pretball Park的時候 最近在Doom 沙漠漢戰很幫到我 因為大家不知道 Doom 的背景其實是在影射中東的地緣政治 還有主角Paul Atreides 這個角色其實都是有一點像伊斯蘭的先知 一個Mardit 舊世主任 待會兒我的部分我也會講一點 但是其實我覺得是先知這件事 其實都是很有趣的 待會兒我會有擦把嘴 好 講先知這件事 有一件事我要跟《蘋果客人》在本書裡 有一次就講聲明的一件事 我需要講一句這樣說話 就是他這裡所講的先知 並不是我們日常所理解的 拿到水晶球的語言家 而是你可以理解作一個Term 可能在中文來說 先知本身這個詞語的組成 就會令你覺得他是一個語言家 即是預先知道 但實際上在這本書 起碼在這本書的內容裡面 不應該這樣理解先知的Term 就算了 那呢 《蘋果客人》在這一部分 其實他在這兩節 就是《無反力先知》和《倫理先知》裡面 其實他沽了大量的韋伯 那他首先 簡單來說 這兩篇本身的Title都是由韋伯讀出來的 就是說韋伯將這一類 就是剛才所講的那種不是二元家的這種先知 分了兩類 一類叫做《無反力先知》 一類叫做《倫理先知》 我們稍後先講《倫理先知》 我們順著它的詞綴 我們現在就講了《無反力先知》 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他就說 《無反力先知》是 是一種類似聖人的東西 即是他們不是 可能都要講講《倫理先知》 我對比好像比較容易理解 他首先就是說 倫理的先知是一個媒介 譬如說耶穌、穆罕密德、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先知 其實我想說這兩篇 如果真的說完之後 好像會 在座不知道有沒有基督徒 我不是想嘗試顛覆你們對… 我不是想嘗試顛覆你們對宗教的理解 或者顛覆你們對自己的宗教的理解 但是如果你聽聽覺得 很不對勁 你可以離開 因為他去到之後 如果你本身是一個很… 很傳統的基督徒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有點銀儀 我不是要批判基督教這件事 而是純粹 比香港人開始用很純粹的歷史的角度 和哲學的角度去… 去分析基督教的時候 就會跟基督教本身所說的 content 都會有些出入下 或者你所認知的基督教 特別是歷史這方面有些出入下 所以如果各位聽得有點不舒服的 就待會看看自己怎樣處理 先說到這個聲明 那…說到哪裡了? 說到… 說到Webber分了這個倫理先知 和無法的先知 其實他的名字也算是挺容易理解的 因為… 哇… 漏出頭頸… 我們是否有歷史上第一宗是Clubhouse的共賞 不是… 我… 有一個姿勢有點奇怪 因為… 好笑嗎 OK的… 我… 錯了… 叫我你不能在床上說Clubhouse 剛剛睡醒沒辦法 不想動 是啊 你待會兒電話又會掉進鼻子裡 應該不會的 OK的 說到… 說到… 唉… 這部分說話也說不到 是啊 對 兩天才知 就是例如… 待會兒… 可能會再說多些 現在先提一提 就是… 耶穌、穆克密德這一類 他們是一個媒介 他們就… 其實都是聲稱 說真的 就是Claim他們自己是守神的委託 然後傳達神的意思 這樣… 這樣… 要些人去服從他們這些這樣的… 他們叫… 蘇哥叫做義務 在宗教上面 然後… 但是… 無法先知是甚麼 無法先知是… 是… 自己做出來給其他人看 說… 我們應該要怎樣怎樣做 那麼… 有一些很著名的例子 就是… 春秋線過去的諸子百家 他們那些簡直… 不單是無法先知 他們簡直是… 是銷售自己… 的… 理論as a product的一個… 一個… 一個模式 我覺得有少許不同的 跟其他那些 那麼… 就… 譬如佛陀啦 就是… 釋迦牟尼這樣 那… 那… 這一類呢 他就被Webber改立了去到… 無法先知 那… 同時間呢 我… 我猜之後這一句 這個推論是… 炳光客人自己的推論 就是說… 呃… 以… 這種模式的先知呢 其實是… 呃… 呃… 跟哲學家是類似的 然後他就用到我們之前那一季… 呃… 講哲學的起源的時候呢 他就開始講愛奧尼亞的那些哲學家 如果大家有印象 如果大家是那時候已經可以聽的話 就應該都… 很有印象 我們講了… 譬如蘇加埃底啊… 等等的人發生過什麼事 這樣… 那他… 我…我…我…我懷疑他可能就是 這一段寫的是1999 所以才能寫這本書出來 哈哈… 因為… 因為我看了…看了很久才明白 他大概想說什麼 因為他就是說… 呃… 他… 嘗… 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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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上一次… 我好像沒有加入了 但我猜大家都有提過的 就是… 呃… 普遍宗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普遍宗教其實… 呃… 呃… 剛才可樂… 我recap的時候好像也有說到 就是… 將一些傳統宗教… 就是去批判這些傳統宗教 但其實他這種批判呢 不是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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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而去令到大家有一個… 可以說一個叫方向啦 或者說可以有一個框架啦 去under這個框架 那大家就可以統合成一個… 呃… based on 一個宗教而… 而… 繼續運作下去的一個共同體 就是有很多個小的component 變成一個大的component 那他就是說 在當時全世界各地 為什麼都會有這種… 無緣式的先知出現 就是因為大家都面臨這個困境 就是… 大家不斷地日打夜打 然後… 就像譬如春秋戰國那樣 那樣… 然後其實… 大家自己各自有各自不同的… 可以說是思想 可以說是信仰 那樣… 那他們其實當時有一個… 迫切的需要去統合他們 那所以就會出現這種… 普遍性的宗教啦 那其實這種普遍性的宗教… 呃…呃… 他又給了幾個例子 其實… 譬如… 當然後來怎麼再發展 就是另一回事 譬如… 道教啦… 孔教啦… 後來就變成一種… 真是… 呃… 是… 一種… 怎麼說… 宗教啊 叫做宗教 民間信仰 這類的東西 算是宗教的 是嗎 其實民間信仰跟宗教有沒有有什麼分別 我想是organized religion 民間信仰在病谷行人的歸類裡面 歸為武術的 喔… 民間信仰是武術的 然後呢… 還有你普遍宗教 其實… 即是你那個宗教… 有時候那個普遍性會顯現 但有時候會隱藏 例如佛教和道教都是這樣 噢… OK 謝謝 好了 那… 他們之後 真是變成一個宏大的宗教 就是… 就是… 後話啦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說到 但是… 然後他除了春秋戰國之外 他又說到 我們之前哲學的起源 不停提到他的宗教毅弟 他就是… 尤其我覺得很有趣 一個地方就是 他這個偉章 哲學和宗教 有kind of linked在一起 而他就是說 如果在愛奧尼亞這個 context 他們當時的普遍性宗教就是哲學 就是因為… 他視為以前那些… 思想家是… 就是… 雅典的… 那些所謂傳統的思想家 被宗教底用不同的theory去批判的時候 或者說… 就是… 他… 他… 寫了他… 蘇解帝的那個… 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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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世界是由宙斯所管理 而當時蘇格拉底就是 帶在愛奧尼亞一帶的 例如希臘七賢、泰勒斯他們的一種宇宙觀 就是覺得世界是由水作為 Essential 的元素 水在不同的變化而組合而成的 就是比較接近自然哲學的那一邊 也是因為這樣蘇格拉底 曾經被他的同行寫過過州奉劇去笑他 就是說笑他 你竟然不想宙斯啊 你這麼笨啊 好啊 多謝可樂的補充 大概就是這樣 但是然後 我覺得給我客人有趣的位置就是 他在這裏把哲學和宗教連結在一起 他說其實他們 兩天之間是很難就這樣自然區分 而他的 他的 argument 那個 那個 tastimony 就是 憑著蘇格拉底這個 這個 用 用 我們說回中文吧 內心守護靈 好像易讀過那個 不知道什麼地悶 這個 內心守護靈 嗯 藉著這件事去批判 也不可以叫批判 但是他 某程度上是想 cover 了以前 整個 希臘 各城邦的多神教 就是他想直樹這件事 而我覺得 炳哥人在這裏就是想把他隱喻作為哲學 就是把哲學 去 以一個普遍宗教的形式 去取代 當時希臘 各城邦的多神教 所以他就 譬如剛才有說的 朱子伯家 有說到 他有輕輕大過釋迦牟尼 即是他 他講得很短 我想 一段仔一百字 不知道有沒有 就是說他其實是憑著自己的 自身的行為 而去 對後世產生巨大影響 而他也是其中一個 無犯先知的一個 例子 他就是藉著說 釋迦牟尼 春秋戰怪朱子伯家 以及蘇格拉底 就一直說 就是 可以看到他們本身那種 模式和面貌是很相似的 即是他們整個 模式其實就是 用一個 批判 舊有宗教的一個形式 而去到 產生一個新的 普遍性宗教出來 所以他就說 有一些就是什麼 有一些就是 儒學 道教等等 譬如 印度那邊就是佛教 然後 希臘就出現了哲學 所以他就說 其實 當你用普遍宗教這個框架去看的話 宗教和哲學其實 似乎並不是那麼 量極化的東西 即是 我們現在可能有些人會有一個誤解 當然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大家沒有留意到就是 很多地方 宗教和哲學是同一科 但是 但是 好像大家 我不知道是不是香港就是這樣 有一個這樣的印象就是 宗教就是很迷信的 然後哲學就是很理性的 但是其實 無論是根據給別人這裡的論證也好 或者是大家 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 看到的例子也好 宗教和哲學其實是物不可分的 然後 然後 譬如 因為我現在在浸會大學上班 我們浸會也有一個major 如果你想讀哲學的話 那個major是叫宗教與哲學研究的 好像 你有沒有一種分開讀的 即是梁允城之前教的那個 哦 是嗎 好 是 是 是 然後 他是沒有分開讀的 但我不知道裡面怎麼運作 可能他裡面都是分開了 你可以選擇不讀宗教 即是讀哲學 但應該不行的 應該沒有什麼事 應該要讀得宗教就讀哲學 讀哲學就會有宗教出現 即是兩者其實是物不可分 然後 基本上他講無法的先知就是 他quote 偉白的無法先知 就是剛才所講的那種類型 那他的倫理先知是怎樣 倫理先知就要提到這個大名鼎鼎的 查埃圖斯特拉 我猜這個是講義來的 因為他在這本書裡面 你不斷講索羅亞斯德 這個應該是台灣的譯名 我猜 不不不不 因為 索羅亞斯德是個宗教 他們信的那個先知就是查拉圖斯特拉 哦 原來是那個很重要的 是兩種不同的詞 他們的宗教叫做索羅亞斯特拉 大家都見過那個logo是一隻鷹 哦 哦 因為我沒有特地去搜尋 我以為 我看到他又譯 他括著又譯查拉圖斯特拉 我還以為他是同一個人 就是哈林和兒情慶的朋友 是 查拉圖斯特拉是薩拉斯特拉 即是你採一本書就是查拉圖斯特拉 如是說 那個人 是嗎 他就在波斯的一達行李行去到處去傳播他的信仰 他那種的宗教叫做索羅斯特拉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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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特拉� 因為第一段我開始看的時候有點嚇到 因為它的詞語很似曾相識 他又說猶太教,又說查理圖斯里拉,又說亞利安人 這些詞語加起來就很恐怖了 變成反由,Antisemitic 又說理睬,雖然他不是說理睬 然後就弄辯證 然後又說亞利安人 對,又說,不要再說了,我們會被人禁止 待會放上youtube又黃標 好像是,對吧? 然後,查理圖斯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否定階級的先知 而且否定總承制度 其實,丁高雅人在這一篇 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說 我會說是猶太教或者基督教如何誕生 他想用一個歷史的方法去看 歷史和哲學的方法去看 但當然後面開始有一點走火入魔 就是他也說了法洛伊德 但我覺得他也說得通的 還未去到,令人很疑惑 待會再說吧 那麼呢 他首先就是由有目民族開始說起 他就是說,原來以前的以色列 是,以前應該不算是以色列 以前應該是有太民族的 不同的有目民族部落 他們是一種盟約式的共同體 其實這個共同體,我估計他們 好像兩三個月之前都很詳盡地說過 我想我不會再細節地去解釋什麼了 大概都是,他說總有十二個寶族的 所以十二這個數字在他們這個民族中都經常出現 譬如十二門徒 然後,還有沒有 好像都不是經常出現 所以猴子,North Monkeys 哈哈哈哈 他又說我Poor Connection 到底是我真的Poor Connection,還是OK? 沒有說話,應該 他不斷彈我Poor Connection 我想不管,大家聽到,我就 worries他 那麼 唉… 唉… 十二後子 傑esp 他說,以色列 其實以前不叫以色列 但是我繼續這樣說 所以大家以理解,我的重要一點 以色列以前就是這種 文藥式有目民族聯盟 然後我們聽的舊約聖經 據那些樣有 跟神的契約, 但丙方人在說, 其實這種禦神的契約, 其實就是他們以前 那麼多個不同的民族部落裡面, 結成聯盟的時候的契約, 那麼, 現在我有一個這樣的東西出現, 就是, 我這個解釋挺好的, 當不同的, 即大家是同一班人, 可能血統上, 或者是歷史背景, 而是同一班人, 但是大家因為 有民族的生活模式而分散了, 然後久而久之, 就會產生不同的, 在文化上, 或者宗教上的分別, 宗教上是特別明顯的, 所以當你需要重新去 訂立一個契約的時候, 你需要有一個 類似 正人的存在的, 類似婚約, 你也要有那個叫什麼? 建政人 對, 建政人 剛睡醒, 這些詞才拌不出來 類似一個 建政人的存在 但當你分得那麼散, 跟有無民族部落的時候, 即是有12個, 他們所信的神 都會有出入的, 在這個時候, 又跟剛才 無法先知 他們都有一個需要, 就是一種普遍性宗教的需要, 他們就逐漸需要一個 單丁地站住的神, 就是大家簽約的時候, 都是基於這個 大家都同意的神, 而那個神其實未必一定 跟自己本身 暴落所信領的神是一樣的, 而這件事也是後來 集權主義國家 形成的一個開端, 這樣 好了, 他就在這裡開始說, 他開始用交換模式 去講這個概念, 因為他就說, 最一開始 就如同其他 任何民族部落一樣, 這種文藥其實是交換模式A, 一種互籌性的交換模式, 就是我幫了你什麼, 你幫方了什麼, 大家有這個期望, 所以當他們去 看見這個盟藥的時候, 透過神去看見這個盟藥的時候, 或者說跟神去看見盟藥的時候, 他們最一開始, 那種模式其實都是, 你跟神是一個 互籌性的關係, 互籌性的關係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很忠實虔誠地 去信奉神的話, 他就必須給你回報, 不然其實你可以隨時 扔到一個神去換過神, 而這件事就是, 根據兵工學員的說法, 我不知道會不會得罪很多人, 還有你如果打輸仗, 就要相信第二個神? 是的, 你隨時可以換的, 譬如你今天拜完關公出去打架, 然後打輸了, 你回去可能扔了關公獎, 然後換了張飛, 也不行, 或者換了趙雲, 下次又換了第二個神, 換了呂寶, 所以, 所以,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他們跟他們的宗教信仰, 就是跟他們的神, 所提結的契約, 其實就是一種互籌式, 雙向的契約, 而這件事, 他也有說, 譬如國家的末落就是神的末落, 為什麼他會特意提到這件事, 就是因為大家如果, 好像怎樣說他,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是讀基督教學校, 所以他講到這個時候有一點衝擊, 就是說, 當以色列人, 他們, 他用入侵這個字, 加藍地, 大概現在巴勒斯坦, 都是以色列人, 現在國家那一帶, 我不知道那裡本身有什麼, 就是Mindblown, 大家都, 因為, 摩西是, 入了抗戶之後, 其實他們是, 在加藍地外面, 是圍繞了很多圈, 最後才進去, 然後, 聖經裡面一直都說進入, 還有, 因為那個地是, 說上帝, 最主要是上帝應許, 這個詞, 他們就不斷強調, 加藍地裡面, 是否真的有人, 是, 他就是, 什麼, 流奶與蜜的地方, 我記得以前, 讀書的時候, 要背金他, 現在回想起來都幾恐怖, 他洗你的腦, 他不單要洗自己指紋, 洗自己國問腦, 他連其他地方, 信仰這個宗教人, 他都想洗你的腦, 告訴你, 這個地方, 本身是一個, 上帝應許, 流奶與蜜的, 裡面有什麼人呢, 都是他們自己壞的, 我們去打他, 打到他, 我們自己, 佔有這裡, 其實都幾恐怖, 因為他, 我記得這個範圍也經常說, 他不是偶爾一次半次提廣, 所以我才這麼有印象, 我猜是因為他經常說, 然後我忘了他拿來說什麼道理, 但是以前, 都很深刻, 就是流奶與蜜, 和上帝應許之地, 但是原來, 看回歷史, 原來他是在別人手中搶回來的, 就是入侵別人的, 對了, 糟了, 又說到哪裡呢? 好像那些什麼, 隔林童話, 就是成人隔林童話, 哦, 是啊, 但是我突然發覺, 都幾恐怖, 例如我們經常說, 參孫是信心之父, 就是參孫是, 小時候總之有很多這些故事, 都是, 所以有一個說法, 就算你不相信基督教, 其實你已經被基督教小了腦, 所以有一個說法叫做, The God you do not believe in, is Jehovah, 你所不相信的神是耶穂瓦, 所以你不相信, 但是你已經被他安靠了, 就是你在那個文化裡, 那也是, 特別是當它 spread 到這麼大的時候, 就算它本身not true 也好, 它都有那種, 可不可以叫做, 擺圖受批判那種, 就是多純的保護症, 這樣的形式, 去到, 將紫色押在這裡, anchor在這裡, 應該是跟帝國有關的, 即是我們回到那個書的課題, 很好, 應該是關黨那事的, 所以你不是說, 很重視十二的, 不就是十二門徒, 其實是不包括保羅, 所以保羅是十三來的, 所以我們今天理解基督教文化, 其實已經是由保羅開創出來的一個建制, 嗯, 是的, 還有修修改改, 即是就算中間修訂, 即是聖經這樣才算, 教廷修訂完之後, 給你們看的版本, 和最開始的版本, 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所以, 是的, 那大家, 如果有基督徒, 在聽著, 覺得好像不太適合聽, 那大家看看會怎樣, 但是, 這個是歷史的角度來的, 我相信, 是的, 他講到說, 由保羅開創的建制, 即我們去到下一段, 即我講的一段, 就是講有異端, 或者不同的宗教改革運動興起的時候, 其實都會看到, 所謂的異端, 其實只不過是, 就是, 得罪了教廷, 或者是一個教宗不喜歡, 要正在那些人。 是的, 即是有點這樣, 既然是一些利益的爭奪。 以前的異端, 當然是, 即是煽動顛覆, 那些人, 是看不順暇的那些人, 即是在哪些人, 最原始就是這樣 後來為什麼會變成單向性或者上帝的支配能力的存在呢 就是要講到基督教或者猶太教中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摩世 摩世是一個什麼人呢 摩世其實如果大家本身對基督教都有少許理解就知道 基本上舊約頭五篇都說是摩世寫的 就是摩世五經這樣 還有摩世在那麼多的先知裡面 因為其實他出現過很多先知 特別是舊約聖經裡面 而去到新約就說耶穌是最後一個先知 如果沒有記錯 然後在那麼多的先知裡面 摩世是最厲害的那個 就是他又會分紅海 又帶以色列人出埃及 然後各種各樣的東西 都顯示他是一個類似 已經是近乎神的存在 但是呢 可能有人就說 其實如果你真的用回 考古或者歷史的角度去看的話 很多他們所寫出來 即是聖經裡面所寫 關於摩世的事識都是後來的投射來的 譬如什麼呢 譬如就是 他應該是講巴比論 當以色列人被巴比論人籌禁了好像五十年 因為我忘記了 因為我看過 但是我忘記了哪一版 五十年 五十年 避忘回歸 是的 然後呢 他們離開巴比論 即是當波斯打爆了巴比論 解救了他們之後 即是解放了他們之後 他們離開的中間那段路 他們就把他們投射到他們的神話裡面 因為其實最愛像《摩世五經》裡面的東西 如果用回歷史的角度 就是理論上 應該就是猶太人的神話來的 即是他們的奧德賽來的 應該就是 那 所以他們就把自己的這些經歷 投射到這個神話裡 就會 將他們所 我不知道到底是FF出來還是 就是以前曾經真的存在的這個摩世 不斷地神話 又再神話 最後他就變成一個 更活神的存在 然後呢 到底怎樣 他會變成單向的呢 就是當他們 在一個挺顛覆性的一個 即是剛才 說變成單向是說這個契約 即是 本身不是說他們的不同的步驟 和神結成契約的時候 就是相向的 即是如果 你做得不好 我炒了這個神 即是 譬如我去拜觀音 借庫 他最後不給我錢 我還能這麼窮 我炒了觀音 他要拜另一個財神 這樣才算 本身是這樣的相向 互酬性的契約 和上帝 然後呢 我覺得挺有趣的 這個地方 還有 很多人說這個點 都說得挺 複複性的 就是 當 大家 當猶太教他們 可以將 那種 我會說是 成功和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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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日文 知道嗎 廣東語 應該怎麼說 到底是關誰 的時候 要追究成功和失敗的時候 他本身就是 如果用戶籌的邏輯就是 如果我成功了 那你就有功勞 但是呢 他就將這件事 拿走了 他將成功一方面的戶籌 拿走了 只是強調失敗的戶籌 就是說 你做得不好的話 神會對你有懲罰 其實這是一個戶籌 來的 如果你不遵從神的教誨 假設你和神簽證了一個相向契約 如果戶籌性相向契約 如果你 本身 就是你做得好 那就 會有相對應的 祝福或者護任 但是如果你做得不好 你也會有相對應的 來自於 原始於神的懲罰 這樣 但是 去到這一刻 不知道什麼時候 開始突然之間 你做得好的那部分 被人拿走了 就只會做得不好的那部分 而這件事是顛覆性的 就是 詳細一點說 就是 去到這個情況 就是 你做得好是你應份的 你如果跟回神的教義去做 沒有任何事發生 是正常的 就算你做一個 嚴守十戒 然後 可能每天祈禱 又捐很多錢 做一個這樣的基督徒 上帝是沒有義務去眷顧你的 因為這個是你自己的職責 但是 如果你做得不好 然後 你仆街 這個是上帝對他的懲罰 而我覺得這個概念 是顛覆性的 很厲害 好像你去觀音 借富 借不到是應份 是啊 你窮是因為你不夠努力 你做得不夠好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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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你平時 做的壞事多 然後 然後 一把船掉到海 淹死了 是你活該死 因為你做的壞事多 然後如果你收到錢 就是憑我努力借回來的錢 為什麼可以這樣 是啊 而這件事我覺得 真的很誇張 很顛覆性領地解釋 到底為什麼 我們現在所認識的基督教 是一個這樣的 形式的宗教存在 也都某程度上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他可以這麼強大 就是因為當你變成一個 單向式的契約的時候 他的bonding 是比雙向式 戶籌式的那種很多 因為他之後就是說 當他們入侵加拿地 他就說 我不知道你是怎樣 他沒有很詳細說到 但我們說得比航人寶書 要跟他們說法 就是當他們入侵加拿地 然後在那裡立了國 但其實他們立了國之後 其實以色列這麼多年來都不斷 很可憐 好像波蘭一樣 不斷地瓜分 被人入侵 滅完國再立了國 留完國再滅國 這樣 他就說 當時 我忘記了誰打他 總之打到他們 籃筆分裂了 類似瓜分波蘭 變成了籃筆 好像沒有記錯 在不同時間滅亡 不以色列 因為他們依然保留著那種 互酬性和神劇的這個形式 所以他們被人打炒了之後 基本上他們那時候的宗教已經消失了 因為輸了 國家滅亡了 一來這個情況 宗教已經沒有了 另一件事就是 因為他們輸了 他們就覺得 我這麼虔誠 那些人不幫我 那你不用存在 我們換另一個 所以他們在拔以色列 那一邊 基於互酬形式 這種相向的契約 的宗教 就消失了 但是 很有趣的一個地方就是 我們現在所認識的 猶太教 以及基督教 都是源始於這個時期 南邊的以色列人 他們是怎樣呢 因為慢慢地 他們將一開始的那種 雙向契約變成單向 所以他們產生了一種很強烈的邦定 就是 雖然他們的國家滅亡了 但是他們沒有放棄到他們的神 因為 他們已經將自己的失敗 和神不理會他們 或者神不去和他們的互酬 割裂了 即是他們已經不再把它歸咎於 上帝不幫他們 因為他們慢慢慢慢 由一開始互酬變成一個單向的時候 他們就會知道 神不幫你是應份的 即是你想一下 你自己做了什麼 你不要想到 小時候那個 你收不回銀包 是因為 上帝給你的考驗 這個故事是 這麼遠遠奧場 是的 但是 也很神奇一個地方 就是反而 你要去到 這種模式的宗教 才可以 有這麼強烈的邦定 即是他們去到現在還是一個很強大的宗教 我猜就是因為這個 這麼顛覆性的轉變 就是將它由一個相向互酬性的契約 變成一個單向性 由神去主導的一個宗教 當然 當然 是這些 有神去主導的一個宗教 裡面就會有一些類似代言人 譬如耶穌、穆克、密德 他們的偉伯叫做倫理先知的存在 然後他就繼續去說 其實摩西的 譬如我們看回《舊日聖經》頭五章 他就叫做一個很iconic的領袖 就是有帶來以色列人出紅海 離開埃及 但是他就說 如果我們看回《舊日聖經》 講摩西的時間 不單是《舊日聖經》 歷史上 如果真的摩西是存在的 看回他的時間是怎樣 其實以色列在那時候 還是一個類似 由十二個部落組成的聯盟 而好像摩西那樣 幾乎近乎獨裁的一個領袖的人 他基本上在當時沒有一個能力 或者基本上沒有可能可以 這麼大規模地帶領以色列人 離開埃及 然後去粉紅海 走來走去 所以他說 其實他們 《猶太教》的《教學聖經》這樣寫 似乎應該是映射了他們當時 就是以色列人的後來的經歷 頭射回到摩西那裡 再這樣射回去 那 這個解釋雖然都不是很solid 也不是有任何的證明, 但我覺得都會合理給客人的這個說法。 去到之後,就很神父其妓地, 他就開始說佛樂意德了。 這一部分,我自己還未去到好拜, 我覺得他很有趣, 但他講很多我們平時不會想到 用來解釋《救藥聖經》的概念, 譬如是師父的概念, 以及我們經常聽的一個詞語就是 《被壓抑者的回歸》。 他怎樣用佛樂意德來講《魔勢》呢? 或者怎樣用佛樂意德來講《救藥聖經》呢? 就是說,他有一個故事, 這個其實我沒有聽過, 因為我不知道以前的宗教老師 刻意避開他們是怎樣的, 但原來就是說, 當魔勢帶領著一些以色列人去到一個沙漠, 即快到加藍地之前, 就好像魔勢一直都強調的地方, 就是你們要留在沙漠, 還是你們要回到沙漠, 好像是這樣的類似, 然後… 抗野是嗎? 抗野好像是你們要留在抗野, 你回到抗野嗎? 總之類似的類似那樣的東西, 然後呢, 然後呢, 但是他們在進加藍地之前, 魔勢就命令他們留在沙漠, 然後呢, 那群以色列人不肯, 前面就是一個很正的風雨的綠洲, 我們叫他們留在那裡, 看著那個肉沒得吃, 然後就原來在那個時候殺了魔勢, 這個我沒有印象, 我有聽過, 《聖經》是不是這樣寫的? 《聖經》是… 沒有寫,是殺了的 哦… 但是實際上, 我不知道他在哪裡找回來的… 哦,原來他是… 《佛樂儀》也是假詞來的, Sorry, 因為我看漏了一個項目, 因為我… 以前我看了幾快一下, 就是那時候, 原來是一個《佛樂儀》也是假詞來的, 就是說, 他們在這個時候殺了魔勢, 因為魔勢其實是… 就算去到現在, 或者去到他們那個時候, 已經是近乎神的存在了嘛, 所以大家一直聽的, 以色列人的另一個形容詞就是神的子民, 所以當他們殺了魔勢的時候, 在象徵式來說, 或者說在一個圖騰場上來說, 已經是一個師父的概念, 即是他們殺了他們的父親, 然後… 我覺得這個… 這個… 他規則說這個, 挺有趣的, 但是… 到底解不解通, 我又不太知道, 因為我看得到一塊塊, 但是呢, 去到後來, 他又說… 摩西被以色列人, 在這個假設之下, 殺害了之後, 然後… 他們一直都是… 我們所理解的被壓抑者, 即是摩西和他們的上帝, 當他們去到後來, 在基督界面重新回歸出來, 即是再現出來的時候, 他們的那個力量就無比你強大了, 而他是嘗試用這件事去解釋, 為什麼… 用一個… 被壓抑自己的回歸, 或者說普遍宗教的回歸, 這個模式去… 重新出現回到基督宗教裡面的摩西和上帝, 可以這麼強大, 或者… 比起其他宗教裡面的… 最厲害的那個東西, 即是最上位的那個神, 或者那班人… 厲害這麼多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經歷過這個階段, 即是… 師父, 然後… 因為他們是作為一個父親的這個象徵, 根據佛偉的學說, 他們經歷過一個師父的階段, 然後一直… 埋了在這裡, 然後去到之後, 作為一個被壓抑者, 突然之間回來的時候, 他們就… 極為之強大了, 在整個宗教裡面的角色, 然後… 我想補充就是… 是… 摩西他的死是… 很神秘, 即是如果根據聖經的話, 就是上帝跟他… 首先上帝有一次是想殺死摩西的, 因為他… 兒子沒有行國禮, 這樣… 摩西老婆就… 把兒子的包皮割完之後, 丟在地下, 那麼摩西就沒事了, 那不是割了就可以了嗎? 還是… 他… 上帝還沒罵他之前, 他也是在美國的? 是的, 這樣… 然後… 上帝就跟他說, 這個地方是… 這個應去之地, 現在你看到了, 但是你不能去那裡, 然後… 摩西走了… 飽難了加南村, 全地可能走上山, 或者繞了圈, 然後便死去, 就這樣一句就是, 便死去, 然後也沒有人幫他埋葬, 因為他… 耶穂華是將他埋葬在山谷裡, 但是沒有人知道他的佛墓在哪裡, 噢… 而且… 而且… 你剛才說, 摩西五書也是摩西社, 那麼他怎樣寫自己的死? 他… 是… 即是出埃及記, 是摩西社, 但是… 那麼他怎樣寫自己的死呢? 噢… 難怪是沒有聽說過, 因為原來這部份這麼矛盾的… 是啊, 當然我們在說那個故事, 是有一個… 人分了一個紅海, 我們不能當他是歷史事件, 這樣看, 怎麼都要有一些詮釋的框架, 噢… 所以佛樂伊德師會, 基於這個假設, 是被他們殺死的… 但是我想說, 就算他不是真的這樣做也好, 他這個聖經裡面這樣寫, 寫完一次之後, 某程度上就是… 用文字去殺死了他, 殺死了這個圖騰, 然後這個圖騰到後來, 再用被壓抑的身份去回歸的時候, 不是同樣的那麼強大, 就是他不需要真的存在過的, 就是他只要是一個… 一個… 他不需要實際上在這個世界上存在過的, 而這件事我也覺得同, 就是… 就算是用假設也好, 如果他是悲喪聖經的詮釋的話, 就算他本人不是在那段時間存在過, 他其實都可以成為一個被壓抑的回歸, 是的, 就是一種基於文化的集體心理的分析框架, 摩西如一神教是很… 就是… 挺奇怪的, 他又不是完全只是說particularly 基督教或者摩西的故事, 但是摩西一定是一個很突出的例子, 因為他本身想像的都是遠古時期, 甚至是沒有歷史記載的那個… 一群兒子殺了那個老爸, 然後要平分了媽媽, 這樣的一種… 好像… Fantasy 好像進擊這句人一樣, 說得好像有個劇頭 不是, 那這種是… 你追溯到Odyssey 都是… 是的, Boot syndrome 也是這樣 是的, 為什麼他會突然說被壓抑者的回歸呢, 就是… 因為如果大家有印象我們不斷說的交換護色A、B、C、D, 我們每當說D的時候都好像很… 很… 很… 很圓橫的樣子 那樣子 其實他這裏都承認了, 我覺得他承認了他自己所說的交換模式D, 都挺圓橫的一件事, 就是他… 其實… 他就是說交換模式D, 根據他一開始所說的, 是… 交換模式A, 在較高次元的回復, 那其實呢, 他講到這裏就說, 咦, 這件事其實挺像被壓抑者的回歸, 但是… 他這種所謂的被壓抑者的回歸, 那被壓抑的東西, 其實不是法學伊德說的潛意識, 而是… Ernst Bloch, 是… 寫《時家的紀藝》那本書, 我看過他這本書, 其實我沒看過, 然後他提出了一個叫做尚未被意識到之物, 這個概念, 尚未被意識到之物, 就是說… 如果根據純粹靈性的解釋, 就是… 他將會有, 因為他純粹是尚未, 他是會有的, 但是你未意識到的東西, 而… 這個東西… 就是… 那個客人就說, 所以… 交換模式D, 並不是人類貧恐想像出來的, 是我們尚未意識到, 但是之後會作為一個被壓抑者回歸的… 一個… 一個… 交換模式A, 的重新被壓抑者的回歸, 就是我們大家已經寫了交換模式A, 大家都… 不再互籌了, 那去到… 不停的… 去到之後, 我們… 還未意識到的, 但是到後來, 他就會用這個交換模式的形式, 重新做一個… 更高層次, 做一個被壓抑者的回歸, 而且… 都好像… 之前… 他… 用舊聖經的例子, 就是摩西… 作為一個被壓抑者的回歸, 摩西和上帝作為一個被壓抑者的回歸, 之後… 他… 可以令到整個基督宗教這麼強大的原因, 就是… 因為… 他是一個… 對… 就是被壓抑者的回歸, 這樣… 那… 那… 就是… 說這兩件事, 那… 我… 我估計要加上後面那些, 才可以統合到他到底整個…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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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 我是下位個好事, 謝謝… Tommy 如果大家不介意,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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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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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有寫過Aeros and Civilization 裏面, 其實都是把壓抑這個concept去elaborate, 就是… 就是… 剛剛講的《摩西與一神教》這個故事, 是去講當人是壓抑自己的death drive 的時候, 其實是會產生一個creativity, 所以… 其實… 這一種repression, 或者suppress, 其實都是一種mechanism, 是… 當你壓抑一些東西, 同時也會釋放了另外一些energy出來, 而… 是… 對文化藝術的人來說, 就是一種creative energy, 或者你是一些production, 因為你不再是為自己好像浮游那樣生生死死去… 去… 去掙扎求全, 而是會製造一些長過你生命的東西, 就是… something larger than life, 其實是… 源自於你要壓抑自己的death drive 我想講, 這個point 都很… 令我想起一個… 一句… 我之前看過這個quote是… 來自這個… 猶太… 猶太… 聖典… 是否… 哪一個位呢? 但是… 他就說就是… 人就好像橄欖一樣, 要渣欄才會出精華… 的一個… 一句quote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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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渣欄的意思有點像易難, 即是說是很難易, 但是… 還有… 佛羅伊德國壓抑一個mechanism 的確是… 呃… 呃… 被我客人多次提到, 那… 呃… 他能… 就是… 可不可以直接這樣拿下來比呢? 即是拿下來比呢? 是一種對… 在佛羅伊德國壓抑的connection 有沒有人聽得到? 聽得到,沒有問題 OK OK,非常好 那… 呃… 是啦, 那就是… 法羅伊德國壓抑一個問題 都是有一些…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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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 我… 我… 都會有一些少少問… 看… 或者… 不會直接叛法落到 conclusion 但是… 的確很有趣, 就是他要怎樣解釋這個… 歷史的… 或者… 問… 應該這樣問人類的… 呃… 或者… 一個階段… 另一個階段… 或者下一個階段的出現…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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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是用這個… 就是… 當我文明到了這個位置的時候… 就是到了他寫的時候… 他在referring那個字的位置的時候… 就已經變成一種… 就是…呃… 呃… 呃… 我忘記了… 我不是自己看過程度也可以的… 但這句他就是… 我們看另一個secondary literature… 就是in general 最惡… 最惡… 最惡感的… 他就說…就是女子… 就是現在… 你進去一間商店… 但你不買東西… 然後他出來… 他就這樣… 他就這樣… 直接是一個referring的… 但我不是很詳情的… 但是我覺得是… 只是一種… 可以新的一個古道… 只是一種… 呃… 就是… 一種… 新的展現方式… 這種看法的確… 非常之… 呃… 有趣… 挺有看法的… 那好吧… 去回我的位置… 那… 剛剛… 啊… Pomet 說了這個… 我看你的舌資… 那… 這個… 那我… 這一個部分… 就… 主要… 牽涉到兩個位置… 兩個大體圖… 就是… 叫做神… 中文神之力… 特別是基督教… 那… 英文神之力… 就是… power of god…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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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 什麼叫… 神之力… 或者… 這個神… 究竟… 他正在討論的是什麼神… 或者是一個… 什麼形態的神… 那… 他就直接… 這個… 有太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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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太教… 成為… 這個… 這個… 所謂普世宗教… 那個… universal… religion… 那個… 那個… 就是… 早期發展… 我這個位置… 我一直說下去… 或者… 他一直在討論… 有太教… 是一個普世宗教… 或者… 普世宗教… 這件事… 在我這一段… 他都是在說… 某某宗教… 早期發展的經驗… 就不是在說… 那個… 因為後面都會顯示到… 就是有太教… 是有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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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保羅的… 改革… 就變成… 所謂… 就是有太教… 另外一種類宗教… 但是… 這裡一直在說… 普世宗教… 是一個… 早期建立的經驗… 那他怎樣說… 所謂… 會… 成為普世宗教… 變成… 走向 universal… 這個… 早期階段… 那他就… 講這個歷史… 就是… 有太教的… 建立… 就是有一班… 在巴比倫… 被囚禁的… 構有的… 知識分子… 那… 為什麼… 他們… 就是… 那個時候的背景… 是什麼呢? 他們信奉這個… 摩西的神… 就是… 耶路華… 對這種… 信仰… 原因就是… 因為… 他們在巴比倫… 正是能夠… 從事這個… 商業活動… 而… 也都失去了… 他們… 舊有… 這種… 國家底下的成員… 或者… 補足底下的成員… 身分的… 這種… 生活狀態的時候… 那… 對這種… 超越性的神… 對一個… transcendental… 的… 一個… 神… 的信仰… 成為了… 撮合了這班人… 的… 一個… 一個… 共通點… 成為了… 超越… 這個… 寶促性… 扭大… 的… 位置… 在這個位置… 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 可以… 暫時講一講… 就是… 注入了兩個項目… 一個就是… 我們… 在這個位置… 的神… 就是一個… 它有一個… 超越性… 還有一個普遍性… 意思就是… 它超越… 它的普遍性就是… 它超越了… 既有… 在… 個體能夠 define 自己…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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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大的環境… 大的 context… 以前就是… 不要說以前… 就是… 在那個狀態之下 就是國家之下的人民… 那就是它自己去 define 的… 一個… 就是 individuality 一個位置就是這裡 或者部族體下 我就是某個部的成員… 或者基本上就是… 我在貨幣經濟地下… 我那個… 活動範圍 或者我的… 經濟活動 就能夠定義到我… 或者定義到個人是什麼… 但是在這個位置… 就是… 如果看回… 就是… 如果是… 一個… 這種信仰… 就是… 對超越性神的一種信仰的話… 那就已經… 那就已經是一種… 建立了一種關係… 直接… 人… 和神之間… 就是人… 個人… 和神的一種關係… 那就超越了… 以往… 一種共同體… 之間的… 一個認同… 那… 第二個… 就是… 這個… 由第一個關拉到第二個關 就是… 變成一種… 相對上… 這樂性… 圓圓圓圓圓圓圓… 就是… 就是… 包括我想說… 就是… 好像很失敗… 但是… 難得我有一個… 所以…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就可以… 按下烏烏克林圓圓… 看回我的… 那… 好了,我們可以說兩個點,神是作為超越性和普遍性的一個神 還有另一方面,另一個面向,就是有一個獨立的過底 換言之,我們看到這種神的靈,或者我會這樣說,神的信仰、神出的效能 就是柏柏強人作為一種交換模式D的顯現,就是超越ABC,交換模式ABC的一個狀態 而反過來來說,交換模式D出現的條件,就是要有獨立於群體的個體 但我們說不是個體性的問題,就不再是以往relativize 或者是否英文是否叫relativize 不重要,總之就是in relation to 的一個狀態 如果有新的朋友,你不懂什麼交換模式ABC 你踢入我的profil pick,你近大將這集提到的圖案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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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很重要都要說 就是因為這個,這個 term,會不成為正常的總統 所以按下去看著,就可以大概理解 所以我想也很難理解,但也大概理解 我們說了神之力,這種超越性或者普遍性的神,對交往模式的影響,或者對個體和困體之間的連帶打破了,出現了這種關係。 比國王再推一步,就是普遍宗教所強調的,通常都是愛和慈悲,為何愛和慈悲呢? 所以他再考慮,就是純粹去抽象一點去說,或者用回國王自己的話語去說,就是一種純粹的陣喻,就是一種互惆性的交往。 如果我們說回以前的互惆性,譬如說我有借有幻,或者我給一些東西給你,或者禮物,好像我之前說的禮物經濟,就是那個economic cycle,就是通過不定不交換,不定不交換,去成為一種產生互走性,或者令到大家過往在所謂交換模式下的情況。 但是如果愛和慈悲,就是這兩種精神的話,就是一種互惆性的交換,或者純粹的陣喻。 所以呢,再一次,阿兵,我剛才說到這是一種交換模式的顯現,目標就是去形成, 目標就是去建立一種互助性的共同體,或者是一種聯合體,association。 但是聯合體這件事,我就… 因為我看一個中文版,就是這個中國大陸版的日版來的, 他就很多時候一說這個共同體的時候,他後面就會酷乎聯合,或者酷乎association。 我不知道在哪裡,還是他自己的政治理想,或者那個思想有沒有一些關係。 但是,anyway,那我就繼續廣播下去,就是這個有一點想住著這個位置, 因為看英文,他只是說community,無論是association的字。 那anyway,那麼好了,那麽呢, 那麽呢,那麽呢,什麽叫建造,通過寶殘教所項調的愛和智悲, 所建造一種所謂不阻色的共同體,或者是association聯合體呢? 意思在這個 context 下就是瓦解國家和共同體之間的一些 boundary 或者界限 重新建立一個新的共同體 在這個情況 什麼叫瓦解國家和共同體建立一個新的共同體呢 意思就是否定狗有制私階級的一個過程 而建立一個新的信用集團 那就是一種顛覆這個權力 然後建立一個新的權力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過程呢 都會一會兒在基督教 一會兒我講一下 拍過基督教講耶穌 和耶穌和朋友 耶穌和教徒的位置 那幾個學生都會再次講過的 那這個就留一留一個位置在那裏 那他但是未直接跳到基督教 因為還在講尤太教 那他就要講 可能就再強調 尤太教就不是一種 不是一種民族或族裔上面的宗教 而是一種過人而形成的宗教 那什麼叫過人形成的宗教 不會說是因為我是 我是中國人 那就不會根據你的ethnicity 就是你來自哪裏 完全捧死 改變不到的事實 來形成的一個 或者遇生俱來的作為一個條件 而是一種過人形式的宗教團體 而他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很只要我去翻譯 就是說 尤太教 他傾向成為普世宗教的過程 就是一些 在巴比倫被人囚禁的 一些從事商業活動的知識分子 因為他也失去了舊有國家的民族 而通過這種 作為一種信仰的寄託 去找回一種 對這種的舊有那種 以前國家 或者不能補足 留下的一種過程 那 實際上說 失去的國家 尤太人 就是以信奉 和華的宗教團體 來重新聚集 所以 是不是 尤太人去成立了人太 尤太教 而是 反過來 尤太沒有尤太教這件事 就是根本上沒有尤太人的身份 所以就是尤太教 創造了尤太人的身份 而不是 反過來 反過來 那 為何會有 比倫行就輕輕帶過 就是 為何會有 尤太教是尤太旺族的宗教 而不是全國式的宗教 即自己都教 他就會說 原語就是原語一種 基督教作為 同時兩次後炒 產生的一種 對其他教的偏見 而 這個是第一 另一方面 就是一些 尤太佛教主義所發明的概念 即Sounds的一些概念 就是 各個背景就是十九世紀 這個歐洲民族主義所被 歐洲民族主義所排成 而作為反抗 或者體抗 所發明的一種概念 而所導致 尤太人 一個民族 或者一個族裔 但這種 亦都是一種 並不是事實 或者不是 according to 對我所理解的 尤太教 也就是一個事實 但是 有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 我們 乃滴鬼就 我們講了一些 少少講的尤太教 我們去到一個主題 就是普遍宗教 普遍宗教 就是普遍宗教 就是普遍宗教 就是 普遍宗教 就是完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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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一個universality 是可以超越所有 一些很個別的例子 或者一些個別的 特殊情況 那 可能 我們就 再推一步 就是講這個tension 這種拉力 就是 普遍 和個別 就是universal 和individual individual 或者special 的 兩個polar 那 怎樣去 解決呢 那 有一個問題 就是 尤太教 有出現到 那 就是 譬如說 郭麗 就是 我沒有看錯的話 應該是郭包皮 他講這個 矛盾 就是 尤太教 尤太教 需要這個 郭麗的過程 還是 郭麗 阻礙了尤太教 我這個問題 我有點不清楚 就是說 本身 尤太教 是 welcome 其他民族界 事實上 尤太教 一路都有很多是非尤太人 去信的 但是 後來 當 尤太教內部開始強調 一些他得殊的傳統 例如說 你要不要做國禮 那 對一般外族人來說 就會是一種很強的阻嚇 因為 哇 大佬 我進來的教 要過包皮 就是 很大的狀態 所以 變了 他慢慢就 越來越 跟外族分割了 事實上 到基督教開始去建制化的時候 他們一樣面對這種情況 就是 部落 都會有書信說 要求去容許一些猶太教 因為那時候猶太教和基督徒 中間都有很多衝突 如果你是本身猶太人的家庭 你信了基督教 你都可能會被自己的親戚朋友歧視 所以 保羅就說 如果有一些猶太的基督徒 他是想保持繼續做一些猶太教的習俗 都可以的 你可以照做基督徒 而同時 practice 猶太教的習俗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 其實不同的宗教之間 一樣面對這種所謂 essentialize 了自己的阻礙 好啊 感謝 保羅很精準的解釋 Exactly 就是這種矛盾 就是一個普遍性的宗教 去到一些很特別的捕捉 或者很特別的情況 不同的社會下 就會產生這些磨擦 但是 反過來 如果有人去解釋這個基督教 那個普遍性 那個 怎樣處理普遍性 或者怎樣用普遍性的特殊性 這兩端的摩擦 那時候會出現的問題 就是 基督教會意識到 那個地方和國家的特殊性 作為普遍性 亦都因爲這樣 而直接用基督教 就成為了那個國家 或者共同體的宗教 那這件事 他有一些少許大部分 他就 再講就是 同樣道理 就是這一種 將 那個 那我選這個 不要說很簡單 但這個意思就是 普遍性呢 就變成 就直接融入了這個特殊性裏面 就不需要強迫其他人 去成為他們 去 譬如好像入教 我們說有太教 就要割包皮的樣子 就無緣無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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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融入那個地方 或者融入那個國家 或者共同體裏面 成為他們一個大族群的宗教 那 同一個道理就是 這一種的 去解決普遍性 和特殊性的矛盾 亦都在普世宗教的神裏面 亦都找到 那這個位置 比方行 他就做了一個很好的 不是很好的 就是一個很精準的 那個位置 他就說 究竟 普遍宗教的神 那個普遍性 是怎樣 那個離子在哪裏 或者超越性在哪裏 就是 如何去解決 所謂 要 要 去 去 參與其他人 好像我本來所說 而同一時間 亦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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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矛盾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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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矛盾的一致 矛盾的一致 就是既普遍 亦都能夠內在 就是 亦都可以 亦都可以 反正 如果神 純粹 普遍 或者外在 的話 其實他自是 一個普通的偶像 亦都不能夠 達到一個 寶寫宗教的效果 而 另一方面 如果單單 只屬於個人的神 的話 他就不要一個 神 那個必要性 作為一個 N Telius N的一個位置 所有的 目的 就是最後一個位置 因為如果 神是屬於你 不是屬於我 的話 那 他只是一個 他沒有一個 Telius 的意思 但是 實際的意思就是 普遍宗教的神 他必須要完全有 普遍宗教的神 條件就是 Telius 第一 第二 以及內在同時間 雖然兩者看上 是完全Paradox 但是他實際就是 靠這兩者 Paradox的面向 形成一個Unity 去達到 能夠 普遍化的 效果 OK 那誰就比較 這個 這個位置 我覺得有些 有趣的 剛剛聽到 如果我們說 那件事是 普遍宗教的 傳播 的一個面向 的話 我們會看到 上次有一個 猶太 很排他 猶太民族的 一個信仰 一個宗教 然後慢慢把它 推移廣 然後變成 從特殊性 去到普遍性的 一個過程 但我們去到後來 當基督教 即是 我們基督教 他所說 他去到 變成一個建制的時候 變成黃摩帝局的 國家 然後變成一個文化圈 一個宗教的 一個弄斷地位的時候 但他又嘗試 會從一個普遍性 推回到特殊性 即宗教改革 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你是將一個 叫做 即是說 要令到一些人去到 去到生活 實踐了基督的信仰的話 就是要 通過他們的語言 即那個地方的語言去到 去到寫一些聖經 去到傳導 或者諸如此類 這個就是 嘗試將普遍性 即是 困在拉丁文裡面 困在一個 即是教會 鋒斷的 一個權職權裡面的 基督教 將這種普遍性 推翻他一個 特殊性的 當地 一個不同 族群的人 的一個 影響 我們看到其實 兩種作用力是不一樣的 他既是一個 普遍性的 希望通過特殊 通過他 將特殊性 去到達至他一個普遍 很 榮解 各種猜疑的 一個元素 對 對 Connor 說得很對 這個 所以 我剛剛一開始 我強迫的就是 我看這段的時候 有點亂 因為 炳光行 有講 寶石宗教的 有太教的 但是 在我這部分 我想應該之後 落到 康洛伯伯的 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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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他說的問題 就是 這個 優太教 或者基督教 嘗試轉為 寶石宗教 他有寶石宗教的 影響 但是他去到 甚至去到我這部分 或者基督教那部分 最後他留了一幅筆 就是 基督教 歷史其實 好像剛剛我們所說的 就是 他推翻了 就是耶穌 推翻了 耶穌的教義 推翻了 救這個 那些 法裁 法利賽人 法利賽人 對 法利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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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雖然是法利賽人 制之階級 但是他同一時間 配合了 成為了浪海宗教 他同一時間 成為了一個新的 階級 或者成為一個新的 institution 他重複回當初 所批判的一個名字 立即成為了 一個新的信任集團 這個就是 阿炳哥行 最後他買了一個 問號 或者問題 就是 基督教在這個 context 下 就變成一個 世界 底國 世界古底國 底下的宗教 而未變成一個 普世的宗教 他只是 在一個底國權力下 去延伸一個宗教 配合 低國 或者一個 專制王權 底下 去形成 他的 權力 那個關係 或者那個 交往模式 緊持 這件事 就能夠更加 去 提供到 帝制 或者王制 的權力 他最後也有廣東羅馬 第一國的 教皇 和皇帝的關係 就是 那個權力 一致到 那個問題 但是這件事情 就是 阿炳哥行 他說 他只是 普世宗教的 他說普世宗教的 傾向 在早期的發展 但是他都未能夠成為普世宗教 他頂多 只是一個 世界 帝國的宗教 這就是一個 亦都很值得留意的 一個位 雖然我們 純粹在這個位置 比較 猶太教 基督教 基督教就好像比較普遍 這個問題 而 這個位置就是要小心 好 那 去分 去分 那個 焦點 就是 所謂普世宗教這個傾向 就 不只是 猶太教 或者基督教 特別 作為一種例外 有這種經驗 或者 有這種問題 就是 剛才我們說 普遍宗教會有這個 普遍性 或者特殊性 那 阿炳哥行就舉了個例子 就是偶像崇拜的禁止 就 並非只是發生在猶太教 而發生在其他普遍宗教 都有這個問題 那 阿炳哥行想帶出的是 什麼意思呢 那 阿炳哥行想帶出的是 阿炳哥行想帶出的偶像崇拜 那個問題在哪裏呢 那 這個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 就是 究竟偶像崇拜和普遍性的問題在哪裏呢 就是 你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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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實 那個真實界 那個位置在哪裏呢 如果用一個 有哲學的話語去討論這個問題的話 那 在 譬如說 我記得這件事 我就想起 我以前 我以前看過一篇 一篇 整篇 一篇 一篇 叫做Imago,他就是討論這個Image的問題, 他就是一個Under Artistry的一個Journal裡面寫到, 他就是在說,尤其是拜占庭, 就是東浪漫在八世紀的時候, 歷史上出現過這個問題, 就是,當然不只是拜占庭, 來埃及,或者去到這個, 去到這個, 就是, Angelo看到我過了, 我看到我過了, 不好意思,我們有Inside了, 我放了這個, 我放了這個一代宗師, 梁兆偉, 還有這個八卦門的掌門, 分頂的那一幕, 就是你看到的是無奈, 我看到的是整個世界, 全腳有分南北, 好, 我剛剛陣了一集, 我看到那個, 好,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究竟, 那個真實界, 或者去討論, 我在拜的神, 究竟是甚麼, 因為那個問題就是, 譬如說, 是否出波急記, 十界就是, 你不能夠, 做一個神的, 模樣, 或者拜這個偶像, 但是, 你不能夠, 做一個神的, 模樣, 或者拜這個偶像, 都會見到成像, 或者, 有聖母普英, 這個類型, 中世紀, 中世紀, 這些像, 或者用大理石, 去製成的一些, 聖人的像, 或者不同等等, 譬如說, 剛才我們討論到, 摩西, 在這個, 聖彼得, 大教堂, 裏面, 有摩西, 帶在兩個國, 的一個, 的一個, Mr.Angelo, 那像, 很多都是一種, 對聖人的模仿, 或者去做一個, art work, 其實是一個, representation, 去 represent, 或者去, 重複製造的東西, 但是, 從這個十階, 看上去是一個帝族, 這個問題, 在這個八世紀的時候, 在東羅馬, 曾經發生過一段, 不是小插曲, 而是一段神學的爭辯, 背景很複雜, 真的很複雜, 但是最主要就是, 他在說, 究竟ICON, 就是ECON, 或者ICON這個問題, 就是究竟, 是否有施族生命, 或者, 我們在今上, 應不應該擁有, 或者製造, 一些所謂偶像, 或者那個image, 一個形象出來, 之類, 那這個, 其實和這部書沒有關係, 我甚至想說一下, 就是, 一個很, 就是, 在歌旗的問題, 如果, 在西羅馬的, 或者所謂的紀錄教的傳統裡面, 就是, 他們會處理, 或者他們會覺得, 就是, 某西羅馬, 總之, 在基督教裡面, 他們會覺得, image的問題, 它是一種correspondency, 就是, 它是一個, 一個, 只是對應, 或者是similarity, 那它就不是一個, 一個真實的物品, 那又會出現一種迷信, 或者這個問題, 那這種的, 和所謂heiden, 就是那些, 這個中希臘傳統的, 的, 教義, 亦都不同, 就是, 譬如說, 在後期的希臘那個, 藝術裡面, 或者, 一些藝術品牌的大石, 或者一些雕塑, 他們會覺得, 裡面所represent的那個image, 或者那個sculpture, 所represent的那個神, 是不是一個representation, 而是一個presentation, 就是它就是神的reality,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神學上面的理解, 究竟, 這個也有一個字, 就是一個term, 叫, 血泡stasa, 就是這個, 中文有沒有中文, 沒有中文, 日文叫位格, 位字的位, 格是格林的格, 位格, 沒有中文, 意思就是, 究竟, 那個substance在哪裏, 但是, 在這種處理美學那個, 或者, 在美學裡面找到一個, 就是爭論神學的位置, 就是這個, 究竟, 那個形象做出來, 只是一個, 一個跌了一格的重複, 一種模仿, 甚至image, 這個字就是一樣, 就是imago, 或者image, 這個字就是, 當然, 我們現在都是講影像, 或者一個representation, 但是, 它同一個字原, 或者, 一個derived的字原, 就是那個動詞, 就是imatoa, 就是imitate, 那個意思, 所以, 你就會對神的絕對性, 有一個爭辯的時候, 就會產生中, 去question, 這個意思, 即是打球還是打人? 對, 打球還是打人, 其實女人都打了, 這個就是, 就是一個問題, 在拜占庭, 去到八、九世紀的時候, 在八世紀, 對, 去到八、九世紀的時候, 就發展到, 會有一派, 或者出現了一個定論, 就是禁止這個, 由這個lio, 就是李奧三世, 的決定, 就開始, 它其實就不單止是神學的原因, 或者一些正統的爭吐, 而很多時候, 都是有這個經濟和政治爭奪, 就是想嘗試將宗教和王權, 在一起的行為, 但是, 李奧, 應該是李奧, 李奧三世, 他就, 就, 說有一次, 海邊的一個地震, 他就說是因為上帝, 懲罰他們製造這個image, 所以, 覺得我們從此, 就發難, 就說要禁止這個icon, 那, 就發生了, 我也在大規模所謂, 很準, 破壞的一些行為, 就是打斷了性像, 打斷了不同的東西, 那, 我在那個knock裡面, 就有一個, 其中一個, 當時留下來的痕跡, 我就放了一張照片, 就是在土耳其的, 軍事頂端部, 即現在伊斯坦部的那個, Hakia Irene, 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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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kia Irene, Hakia Irene, Eren, Hakia Irene的一個, Epsis, 就是一個, 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這個位置, 就是Epsis上面那個位置, 他就, 純粹, 因為通常這個位置, 不是通常, 濟彈上面, 是的,濟彈上面, 或者, 即是在後面那個位置, 通常他有掛十字架, 掛十字架, 或者, 有耶穌, 或者有盧撒益的, 聖像在上面, 但是他純粹, 就這樣, 用一個, 十字架的符號去代替了, 那其實, 這個很困難, 就是你要, 你要推行普遍宗教, 但是, 既然, 這個上帝的意, 上帝的信息, 或者真, 或者那個, 那個信義, 教義在正經, 就是Logos, 裡面, 即是文字, 所表達的意思, 就不能夠用形象去表達的時候, 但是, 不是個個都會, 好像可能有說, 例如拉丁文, 或者他, 語言的階級問題,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爭議, 而也都, 同時間, 也都, 改變了很多, 即第一, 更加分別到東羅馬和西羅馬之間, 去認可哪一個教義, 是為之所謂的正常, 是一個大的問題, 但是, 這個也都, 是有一個很遠, 和我們這本書看得很遠, 但是, 對推行普遍性的問題, 也是很重要, 因為你, 除了講經, 講耶穌之外, 亦都會通過, 即是, 雖然這樣, 在廣東話很便宜, 但是真的講耶穌, 或者講聖經, 或者講教義的問題之外, 在教堂裡面的擺設, 或者教堂裡面的奧文, 這些東西, 都是很重要的元素, 而, 其實這個也是, 一直流傳的, 銀行的一個, 或者不同基督教不同的神話, 例如, 在聖彼得大教堂裡面的聖彼得像, 就是每天有人排隊去摸他的腳趾, 然後摸到整個腳趾都虧了, 所以其實, 對於很多基督徒來講, 信基督教就是一個理性的事情, 或者是一個發生在你的mental spiritual 事情, 但是其實在另外一個宗教傳統一邊, 就是你的touching, 你身體的感官, perception, 與這些material中間的互動, 都構成了你的宗教經驗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 這個有點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但是, 譬如說, 中壽文武廟, 你進去拜, 就是, 文帝武帝的時候, 你去外面有一塊, 有一個形象, 有一個毛象, 就是一個左邊, 就是一隻手, 接著, 右邊就是一把大刀, 通常那些人進去, 就是由筆尖摸到筆尾, 或者摸到手尾, 整個醬油頭摸到尾, 都一樣, 他才是文武相傳去祈求這件事, 就是通過我這件事, 做了一個交流, 或者宗教上的經驗, 我那次考會考, 我媽媽帶我去一個海邊的廟, 接著, 那個地方是福田原海的, 那個廟拜的都是local god, 就是, 那個god, 就是一個盲的狀元, 所以, 你去拜那個狀元, 你不可以平時這樣拜他, 你要去拔他的三咒, 因為他很盲, 你要去拔他的三咒, 他才能感覺到你在這裡, 你再拜他, 他雖然已經成了先, 成了先, 但是他也是盲, 很可憐, 但是這個criple god的image, 其實在基督教裡面, 經常都會說, 有一個上帝的形象, 是什麼, 或者是上帝是不是有一個形象, 是白人中年男性, 白人中年男性, 還是怎樣, 有一些基督徒, 尤其是基督新教, 看到如果你, 基督新教的教會裡面, 如果是有個耶穌釘了十字架的象, 其實他們會不開心, 即是他們覺得是異教徒, 你是拜偶像這樣, 雖然對於天主教就很normal, 但是反過來, 同樣的一班新教徒, 如果你看到十字架崩了一塊, 就會很不老禮, 你就會覺得這個都是蝕足了神, 所以你對於那個, 其實你最終都是有一個成像, 只不過是變成十字架的這個象徵, 是的, 那個問題也一樣, 就是譬如說, 異性, to nature, 那個問題, 就是耶穌同時是人, 也同時是神, 你要用這個形象去表達它, 去將它的精神去顯現的時候, 這個也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中世紀, 或者其實是, 這個就不是單單是紀錄教, 或者是藥體的, 其實宗教都會發生的, 但是在我們說這個 context 下, 是一個很有趣的, 或者亦都很影響到很多, 甚至在同一時間, 因為你的形象就是那個權力的representation, 所以譬如說, 這種偶像破壞, Econoclasm的行為, 亦都是對權力的控訴, 亦都是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 亦都是去將那些畫像, 那個頭像去deface它, 就是去取消它, 所以, 所以,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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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一種神樂, 或者是一種美學上面的爭拗, 而是, 這個亦都同一道理就是, 你通過image, 或者通過這個, 這種東西去represent 權力的時候, 這個亦都是, 你爭, 你去為這個做個defination, 也都可以令到你自己, 你不怪你, 就是在權者, 或者尊重爭權的人, 由他自己的權力現身, 可以得到一個更加好的效果, 這個亦都是, 有這個效果, 譬如說, 歐洲那些, 就是iconography, 同一道理, 就是發覺, 發覺更加, 那個, 不可以在public space, 展示宗教符號, 是啊, 不可以展示宗教符號, 而譬如說, 我記得我之前上課, 有一個, 講iconography, 就是講馬克龍上任的時候, 他坐他, 他捱著, 就是, 他捱著左右手, 這樣撐著桌子, 這樣的事情, 當然, 也有了個超隱, 但是, 他也有, 撐著桌子, 他就捱著桌子前面, 之後, 他們有講, 就是說, 像這個, 這個, 最厚的那個, 不是, 最後一門的, 那坡林, 有一幅色照片, 是不是那坡林, 還是哪一個王, 哪一個王, 就是坐在一個, 某王, 那一個王座上面, 然後有一個X的符號, 就是因為左右手打開, 然後又走,又打開,然後就形成了一個Expency 有些討論的,我自下可以找回白鷹屋 哦,即是抄襲了她的姿勢 是的,但是她如何將這個廣大 就好像默克爾她經常用手掌弄過三年 是的,不想像米拉蒂 所以究竟… 但是例如你剛才說八世紀的理由 她將伊斯坦堡裡面的神像拆掉 但是割回十字架 其實這個process在後世都會一再出現 例如我是瑞典教會的教徒 在瑞典教會 尤其是在斯德哥爾摩的Catharina Church 那樣很大,亦很有名的教會 她在教會裡面的十字架是崩掉的 即是沒有了頭,割回T字 然後就是有一塊雕塑 而且是圍繞著一個爛的布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廢墟 它就是形容 耶穌已經拆了… 即是耶穌的屍體已經拆下來很久了 然後十字架經過風雨之後已經爛了 就是一個這樣的 symbol 然後那個… 是,牧師就是說 為什麼他的十字架是爛了,是有廢墟 就是想跟來的人說耶穌不在 即是你來找耶穌? 他不在啊 你要找耶穌,你出去吧 你出去,你才可以找到神 即是直接說得這麼明白 OK,這個很有趣,這個我第一次聽 很有趣 是啊,可能跟我們後來講到 即是那個 social democratic 都很有關係 即是跟他那個社會的模式都很有關係 嗯 好,我覺得我純粹是… 剛好說起上第一帶 就是究竟可能阿炳鴻翔 他提及這個偶像崇拜的問題 以及偶像崇拜本身 他會帶出的影響是什麼 我都有說到 即是我後面,我巫視都有打到 即是譬如說 我看過編章號,他有說就是 譬如他有說就是 譬如荷蘭文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請教阿光 可能就是… 他說Beld這個詞 即是… 是讀B-E-E-L-D 是讀Beld還是… 是讀B-E-L-D 就是讀B-E-L-D 就是讀B-E-L-D 是,但他說D-E-L-D 就是… 也有idea的意思 就是… 他昨晚說他說Beld這個詞 比德文… 比現在德文Build的意思更重 就是他原始中世紀的特語 那個… 意思就是… 是一個… 畫… with… 一個… material 即… 他… 本身那個詞緣有這個意思 其實… 那篇文章帶出的意思就是… 本身的 image 和這個材料… 即是你把一個精神的材料牌的過程… 是有一個… 完全在那裡 那… 那… 這個就是… 純粹要帶一帶的一個位置 所以… OK 那… 好了 那就… 我們說回文書了 就不再說這些… 無理的… 我們… 喂… 我…不斷地… 含在你剛剛的… 那個項目中 已經是… 覺得可以說整集的字 其實這個畫面我自己挺有興趣 就是… 究竟… 這種… 對真實的… 或者… 美學… 不是只是美學的 這種對真實的… realm of reality 或者… unity 那個問題 是… 很刻隔離的 不是 其實有點像… 阿… 阿布希亞那些… 他用那個字 simulacrum 就是那個… 異象 異象 就是那個… 這個…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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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那個光魂 就是那個… 希露 就是… 不希露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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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個… 那些… 那些…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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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真… 真… 真的… 越來越錯,但反過來,就是那種依仗化已經超越了本身的想法、真實性, 創造了一生的偶像貼出來,這一種也很影響你如何去感受社會、事件、歷史、時間的問題。 Judith Butler 跟這個一樣的,就是這個idea of 女人,是離不開你如何去 perform 女性的身分, 例如Dread Queen 的 performance 其實都在 expand 女性的idea, 而這一種是對於你的身體使用、你的身體佈置的, 這些這麼 material的環節的一個不斷的 practice,就好像你剛剛說的 image, 就是 image of God 和你將它畫下來,其實你一定要用它, 或者我們現在說,都是要透過聲帶去震動,透過電腦背後的數字去計算, 然後再出道理,這個這麼 material的情境去共產。 阿瑪,就算你在英國去畫,我記得我之前看過在西羅馬, 那時候做的那些福音書,他很流行在福音書上的封面, 或者第一頁會做很多 decoration,就是那些羊皮書。 然後他就說,那時候那時候,不是中世紀, 即是在中世紀都叫八、九世紀的時候, 他就是,好像是查理萬大帝的那時候,因為他做了一個caroline renaissance的一個行跡, 即是他將小型的文化文化福興, 去做這些大運用藝術去創造宗教物品的問題, 在耶穌田的一個過程,他好像就是那些+,不是和尚, 那些收屍, inheritance的輕易itat, 他們的收屍為有坐在椅子那裏, 因為他們初期搖擂R sampling類後,很少會在家中拼貨, 但是他們在家中拼貨, 但他有一段簡介,有一個人寫著, 叫什麼什麼,謝謝這個責任的責任的意思。 然後他有一幅字畫像,就是他很辛苦去, 因為他的工作房屋是在一個收錄員裏面, 他就是靠起來,然後坐在椅子上, 然後他有一個支撐住的書,有一個書架, 就像讀聖經的那個台。 那個濟騰? 對,那個濟騰,但他就很少人, 他就在長時間複製作一些事情, 所以他們說那期,不是那期, 做這些事情的收視,他們的腰部是很有問題的, 因為他們上時間要奮起, 而且他們會覺得這種手臂。 Tommy在說什麼? Tommy在睡著做節目。 對,所以腰部是很重要的。 三點,很難睡。 哈哈哈哈哈哈。 對,無論如何,這個是太教話。 好,不再說話,說下去, 講文言。 好,基督教。 基督教那個, 我們剛剛講比較基督教和猶太教, 我們也提到猶太教, 基督教是由猶太教裏面去改革, 成為一個自己的宗教的一個工程。 換言之,耶穌在未成未有基督教之前, 因為基督教是耶穌未收工之後, 不是,耶穌未收工, 即是第一次收工的一個自由前出現, 力量上,即是視聚在上面。 而耶穌在這個時候, 就是由猶太教的其中一個先知。 他代表的是什麼呢? 他說明虎行就想帶到, 就是當時的背景, 就是羅馬帝國的一個博士學背景, 以及科技經濟。 而比方向一開始, 他就直接說, 就是耶穌的教義可以很勇猶, 就是否定國家, 傳統社會, 以及科技經濟的一種教義, 就是negation of, 就是他否定, 光顧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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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 的, 以及A,B,C的一個教義。 那究竟是怎樣呢? 他有一段就舉了, 這個例子就是, 批評祭司和法律學社, 剛剛我們也有說過, 耶穌起初的教義就是, 批評這些, 不是法才, 因為那些, 白理財, 法利士, 不是法才, 法利士士的人, 另外就是, 拒絕家庭, 共同體, 他有一些quote的, 他有一些quote的, 他有quote神經的, 我就, 免得全部讀下去了, 還是讀幾個, 還是直接課神經的? 讀幾個吧, 對, 我們要顧及, 可能真的有人去基督教的經驗。 okok, 好, 那, 例如, 他就第一個point, 他有三個point, 一個就是, 批評祭司和法律學者, 他quote, 就是quote, 這個, 馬可蜂音, 第七章第九節, 就是李蒙, 這個讀大陸版, 中國大陸版, 那頁有少許學不同, 他就說, 李蒙是, 離棄上帝的界明, 驅守人的偉傳, 這個, 那, 有沒有出入, 就問一下, 不同, 先看看, 他說, 他是馬可蜂音, 第七章, 是李蒙是, 李蒙是離棄上帝的界明, 他就唯, 首人的偉傳? 是啊, OK 要守自己的偉傳。 我大部分比較出入, ok, può done, 好,這就是第一個總管,體制制度的法輪口誌。 第二個就是拒絕家庭和共同體的問題。 這裡就是《老家福音》第十四章第六節, 就是若不愛愛性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或自己的生命, 就不能做我的無徒。 第三個位置就是他抗議, 因為私有財產和負費經濟所產生帶來的財富不均和階級社會, 亦都有這種影響。 這個位置就是再高分口説任, 今次是第二章第十七節, 《容可來本不是照義人》, 義是以你的義,而是照罪人。 這個時候說的罪人不單是在港罪犯, 而是說手足藥人、槍妓等等, 從事犯妓直接。 所以在終究的意義問題上, 就是在經濟上的問題。 其實回到我們之前, 我們也有很輕輕帶過, 我不記得上一本書, 講自學的企業, 還是我們前往幾拍的一個, 就是在經濟上或商人, 都有伴隨著一種道德的貶義的形象。 對。 這個罪業也是來自私有財產, 在耶穌在這個位置, 即是他召喚耶穌也召喚正經的文章, 去討論貨幣經濟和私有財產所帶來的很多問題。 以及甚至批評家庭、國家、社會等。 所以他再概括, 就是關於兩個堅持, 就是耶穌是愛上帝, 以及過人與己。 這兩個, 這也是長調愛。 我們再講回, 剛才我一開始, 我們有關於一個人的提琴, 即所謂普遍宗教, 或者普遍宗教所強要的愛和慈悲, 意思就是沒有常的贈慾, 沒有酬性的禮物。 所以現在就是, 我們再推論, 不是再推論, 就是引格士和Kalkowski的說法, 就是耶穌教會, 耶穌,耶穌教會, 耶穌追求者, 耶穌和朋友, 耶穌族的動員。 就是在這個形象中一種共產主義的傾向, 你看到獨家, 就是他距禱家庭、 距禱家庭、 距禱家庭、 資產階級, 然後推回豉油菜不敘窄的傾向, 這些傾向, 就是一種問題。 耶穌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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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耶穌,不及耶穌運動 這就是耶穌求義的起張國 對,分這個亞頓禮 先教過 讓我再教你一張Meme的筆記 好了 並非 但這件事 即是普世宗教的傾向 或者所謂的共產主義式傾向的問題 不只是基督教獨有 而是經常出現普世宗教 這種模式下的一種認證 這件事 就在 丙奧行再施一次 法洛伊特式的筆沙記 就是他會認為 這種 所謂共產式的傾向 就是一種被憶壓者回歸 這裡的被憶壓者 就是交換模式A 就是傳統社會 之下的交換關係 的一種回歸 所以 他的解釋就是 其實很簡單 因為他的內容在浪漫抵抗 這個情況就是 在 丙奧行人的解釋就是 交換模式B 或者交換模式B 再加上C 因為已經有這種貨幣經濟問題 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 要作為一種抵抗的能力 或者所謂的理想 或者一種的投石 就是一種 以前互相性 所能夠 所 所出現的那種交換模式 就是一種 這裡所重新回歸的一個 一個 的傾向 謝謝 OK 好了 太多 耶穌福家的禮拜 的字 這裡 OK 好了 這樣說 就 說到這個 我們剛開始就說 耶穌教會 其實都是猶太教的 其中一支 耶穌只在猶太教裡面 其中一位先子 但是 這個就跟 所有後期基督教 發展出來的那個 教義不同 就是 耶穌在猶太教裡面 祂不是 祢祭 祂不是 祢祢 祢不是 祢祢 祢不是 祢祢 原因就是 因為猶太民族 未能夠救贖 而 耶穌成為 基督 或者成為 救贖的 這個象徵 或者這種 形象 就是 可能 今集 和上一集 前幾集 都有看到 堡路的這個 人類 所謂的 第十三位 門徒 的改革 就是 將 耶穌教會 和 教會 全化成基督教 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 將耶穌的 神道 定義為 耶穌為 洗人 為所有人 而犧牲 那 那個重點 在於 當那個對象 或者那個 神道對象 是洗人 是所有人 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一個 一個普遍的 圖壇 就是 一個 化了 特色的意思 就是 一種 耶穌質成為 一種種靈的 圖壇 他就通過 將 耶穌作為 種靈的 神道者 去 普遍化了 他 這個 慢慢 將 由 基督教 由 猶太教 將耶穌教會 由猶太教 慢慢 改變成 基督教其中一個 最重要的 加上 阿保羅自己 在很多 猶太教裡面 會和其他 獨特特殊的 民族 個別 情況 的一些 磨擦 就 比起了一些 規矩 或者習俗 就能夠令到更加 基督教的 普遍性 更加增大 當然 就加上 這個 和這個 羅馬帝國 結合和 國教的 這個問題 但是 剛剛 這個位置 可以呼籲 就順手這個位 原來 教給阿康 都講得很久 就是 基督教教會 其實 不是從來沒有變過 就是一直變成的 就是 那個變質的意思 不是說 基督教開始之後 一直打下去 發展出不同的 文化 就是什麼 而是 基督教 一直走來 由這個 耶穌教會 變成這個 基督教 一個國家 一個世界帝國 但是從來 會出現很多的現實 就是 一開始 信徒 是為了 建立一些 就是耶穌教的信徒 建立一個平等主意識的 任務術團 但是 後來 就是因為傳道 而 形成了 一個 這些 這些資產階級 這些 這些 這些資資階級 很適合 當中的基督教 也是 避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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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兄弟 但是 他們 可能就是制師 制人 或者不知道 他就制… 就是有些制師階級 其實就是當初 耶穌所批評的 一些階級 所以你看到就是 他推翻了 就是他重新 建立了當初 他批評的一些問題 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 就是譬如神之國 就是神的領土 他最初的目標 就是可以在人世間實現 就是天國 廣立於人間 但是 除了因為 一堆抹西論的國 抹西論的國 現在就變成 一種去政治化的 天國式的想像 就是 一種後世 就是 一種彼岸式的想像 習慣 就不再是一種政治上的考慮 他到這個位置 就是 就是 去到這一種種類的結合 就成為一個教的關係 但是 基督教就組合 這方面的分析 就是組合 組合到 下去 全世界國家式的 祭司 slash 就是 混黃的一個結構 但是 他就未成為了普世宗教 原因就是 我們在大陸 就是 東陸下 我們看到 他 教皇 基本上 那個權力 就等於皇帝 但是 他這個權力的強大 就不代表教會 或者教會以上的強大 而強大 只是那個 王權 那個國家專制 那個結構的問題 現在 兩樣西龍馬 教程 甚至更甚於皇帝 但是 原因也不是因為 基督教教 而那個 有別於其他 普世宗教的中間 的宗教 而是 在於因為 及相基督教 Celtic 海特二人 的部落社會結構 這個是 冰岩的分析 是 跟基督教相似 就是 他們也擁有一個 那個 祭司階級 比較強勢 比較多人 那 因為 因為 這個 就是阿冰岩的 退龍 所以 他的結論 剛剛我們看到 就是 在這個理解之下 基督教 就 未必是一個 普世宗教 雖然他有初期的普世宗教 而結合 他頂多 只是一個 世界 宗教 或者世界 白馬帝國 底下的一個宗教 那 為什麼他不在 普世宗教 或者他跟 其他的 宗教 有什麼 和差 或者有什麼 所謂剛剛我們講的 就是異端 看你 不會理你 就是異端 這個問題 那就要交給他一個 留言 好嗎 好啊 多謝 謝謝 Anderle 剛才Anderle說到 基督宗教 未組合到 不同的政治 底下 就是不同的 呈現 剛才說了 東羅馬帝國 教皇 就是等於皇帝 兩個是同一個人 擔任 西羅馬帝國 就是一個 教廷 甚至乎 是更加 高 那個 帝國的皇帝 我看到其實這件事是 回到我們上星期 或者上一集講的時候 有提到一個 中心和邊緒的概念 我們看到西歐的文明相對於 希臘羅馬 可以說是一個 亞洲邊的一個地帶 而希臘羅馬 他們起完古典時代的時候 特別的希臘羅馬 也都是相對於 東方的 一些川西國家 他們在亞洲邊的狀態 我看到其實這些 可以說政治經濟的 觀點 在一個角度看的話 我看到其實原來 同一種 所謂的世界的宗教 普遍的宗教 在不同的政治的制度下 不同的政治經濟結構下 其實都有不同的情緒 我看到剛才Angelo也說過 在西羅馬大國裡面 他們吸收了一些 Celtic的一些 暴落社會結構 可以特殊的社會暴落結構 他們是一些很強大的制私階級 當地原始的信仰 他們的民族信仰 這些其實我們看到在歷史上 都跟一個基督教的傳播 是互相結合的 那怎樣看到呢 其實就是一些基督教裡面 我們現在的節日 例如聖誕節 福節 萬聖節 其實都是融合了不同的 一些民族的 一些慶典 一些節慶 比如聖誕節 聖誕節 有些說法 它都是一個很 contested 的議題 就是聖誕節 我們現在覺得是12月25日 但是我們會看到其他的日子 例如是 東正教 他們會在1月的時候 才慶祝聖誕節 也有說法 就是聖誕節 其實結合了羅馬的太陽神的節慶 這個祭典 變成定了在12月25日 然後也有福活節 福活節 我們知道它的源流 就是跟猶太人的月節有關 但是慢慢研發了不同的 一些新的元素 加入它 就是西歐 更深就是下個星期 就是晚聖節 就是Halloween 也是一個慶祝抽收 封收的一個可以說 可以說 就是有Celtic origin 一個可以 就是這個 可以特人的文化 裡面的一個字 我們看到這些不同的 民族祭典 民族的元素 其實都是慢慢吸收到基督宗教裡面 我們看到秉谷行 就開始繼續他的演繹 他就說 這個當帝國滅亡了 就是西羅馬帝國滅亡了 那整個 東西羅馬帝國滅亡了 整個所謂 基督教的文化圈 就是靠這種普遍宗教去圍住 我們看到 羅馬的教程 他既是一個大的地主 就是他有很多的領地 很多的土地 在擁有著 同時他也是統領頓的主侯 就是封建的制度下 在歐洲裡面 是一個很崇高的地位 我們看到這些 所以說普遍宗教 他去到慢慢跟這個 就是當地的一些共同體的習俗 甚至是共同體的一個政治 經濟的結構 開始慢慢互相影響 我們看到這個早期的基督教 其實竟然是有一些 叫做 對抗的一個作用力在裡面 將對抗的文章 比如說是修道遠 我們知道修道遠其實是一個 很原則原理地保留著一些 原始基督教團的 修行的形式 就是一些組織 如果大家有看到那些基督教團 他們去看修道遠的修士 在歐洲裡面的修士 他們在裡面去修行 也是同時一起去做事 去工作 他們的修道遠其實是一種 幾乎是很接近共產主義的模式 他們是有公有的產權 他們所有的財產都是共同擁有的 有一個教團去擁有的 他們會一起去勞動 去做事 去維持他們的一個生計 以及維持他們的修行工作 勞動在修士的整個認真裡面 其實是很重要的職責 我們香港也有很多教會學校 我們都會看到有些兄弟 即是修士 即是直接住在學校裡面 在裡面可以教書 也是做他的工作 也是同時侍奉著上帝 每一作的修道遠都要自食其得 即是他們每個的修士 都要用他雙手操作到日 這個也是寫入他這個 寫了他這個聖本讀的會規裡面 那就是講明 怎樣才是一個人修士的一個職責 所以每一作的修道遠都會 因應著他們地方的資源 他們自己的文化背景 就發展出他們自己有的一些 暴動的工作 或者是他們自己的事業 我們知道我在歐洲來說 比利時業就很出名 比利時業的修道遠他們 為甚麼這麼出名 就是因為他們會釀酒 大家可能如果不是喝啤酒 或者是沒有看過這方面的事情 我其實都會很吃驚 因為修士原來都是釀酒的 沒錯 其實是啤酒 在比利時業 在荷蘭來說 他們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遺產 他們自己的事業 他們自己的工藝 所以很多人的修士都會釀酒 他們會把啤酒賣出去 這個鄰近的一些市場 甚至是在消極市場那裡 我想問一下 我之前聽過的說法就是 鋪切給利時 還是那些修士 他最初釀啤酒是因為水源 水源有問題 他就要穩定我的水源去解決 是不是有這回事 應該就是啤酒 或者釀啤酒 本身就是去解決這個水源污染的問題 這個我想未必是 只是修士去做的 就是你在以前 就是中世紀 就是歐洲來講 沒有一個 就是一來他們那些排污 就是那些供水的系統 沒有那麼發達 他們不會有水管 也沒有自來水 就是水井打水 或者去河溪那裡拿水 但是有時候不乾淨 尤其是在一些相對城鎮化 比較集中的地方 人口密度一增加 那你的污染就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透過釀酒 透過他裡面發酵 然後就去殺菌 去消毒 那就是一個解決這個 食水不乾淨的一個問題 這個方法 當然他去到一個修道院 他成為了他的文化外產 那同時近一點 我們都會看到 原來香港 其實都有這些收道院 那我就是 這個就是我的 就是 就是 家人 他跟我說 那他就是 以前他十多歲的時候 就去過赤柱 那就是 去過一個叫做 加爾麥羅斯 診修園 那他就是 如果坐車進去赤柱 其實都經過 是在 到巴士總站之前 會經過過的一個修道院 那就是紅色專長 很靚 不知道現在還在什麼 好像說之前 收購了他 再起豪宅還是怎樣 但是 我 聽回他的那個 就是那個故事就是 他以前 他十多歲的時候 就去那裡玩 去赤柱玩 然後就 他說那個修道院 其實就有些修女在裡面住 那他們就會拿些 他們自己做的麻油糖 自己做的 病肝 拿出去賣 然後就去到 就是賺取一些 美國的收入 所以這些 就是叫做 守公圍 或者是一些自己的 一些 就是 勞動 都是修道遠的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構成的部分 我們看到其實這就是 自食其力 自給自足 都是非常之有 就是 共產食材的 然後同時 我們去到中世紀的時候 就會看到這些修道院其實是 保存著 承傳著一些 古典的文化 一些歷史的知識 他們其實是一脈相承 就是由一個 就是沿著基督教在發展的時候 那些 一些 就是修道遠 或者是一些教會 成為了 全城知識 全城技藝的一些方法 我們看到一些很早期的 就是 科學觀察的方法 或者甚至是 天文 天文學藝 都是由一些 就是 審職的人員 去到 去到 承傳下去 這個就是 就是整個修道遠 如何去保留著一個 很小圈子的 基督教團 原始基督教團 形式的一個 一個在體 但是 柳哥拳人 也提醒我們 就是 普遍宗教 他去到 真的去到 蓬佩發展的時候 其實是修道遠之外 就是 他基督教 在民間的傳播 在 人和人之間 傳播開來的時候 他才重拾那種 普遍宗教的活力 我們看到 在中世紀的時候 就是 由這個 十二世紀開始 就是 我們看到一個 貨幣經濟的發展 加上一個 都市化 城鎮化的發展 這兩方面 同時 加上一個 基督教在民間的傳播 就是 令到 那些脫離了 本身 在農村 農業共同體裡面的 一些人 他們去到城市 去到 交易 買賣 生活的時候 然後就 開始接觸到 貨幣交易 商品的交易 以及一個 基督宗教 在民間的傳播 這件事 其實 宗教的傳播 亦都跟一個 我們叫做 政治經濟的物路 很有關係 法文裡面 有一句 言語 叫做 Lert de la ville 很 libre 就是 城市之風 使人自由 就是說 那個 context 就是 在中世的時候 在文藝復興的時候 人們就開始脫離 一個封建制度的衝撥 本身鄉下耕鐵 每年都要交稅 然後交這個 就是 關稅交這個 就是 他們的農作物 給他們領主 一些農民 去到這個城市裡面 去到這些事情裡面 發現 原來城市是很自由的 沒有人去到 別人去交稅 沒有人去做事 全部 去到 維持的增計 去到 賺取收入 都是靠自己的 這件事就是 我們見到 城市作為一個 商品交換的一個 再體 其實是令到 本身在封建制度 底下生存的 平民的人 其實得到一些自由 那種自由就是經濟自由 就是因為它有貨幣的交換 可以交換商品 去到 就是賺取它的收入 換來這個利用 就是有一個經濟自由 但是同時也是 帶來一個 經濟上的不平等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會有一個交易 你就會有一個 財富不均 這樣的現象 所以 這個時候 畢谷行就嘗試 去用交換模式 就是普遍宗教的發生 來去解釋 那時候的人 如何去到 抑制這種 由商品交換 帶來的一個 經濟自由 但是同時也有 經濟不平等的現象 所以 畢谷行就演繹 這些普遍宗教 即是基督教 進入了農業的共同體 進入農村裡面 成為了當地一個社群的宗教 成為了當地一個封建制度下生活的人 他們所屬性的宗教 我是在感染中 我是在感染界 我一直在感染中 一陣子 我自己所謂的 我剛才都在臣子 現在也好像 我剛才說 這幾天也在Facebook 看到一個可以在香港 我講的 牧師 在香港文化裡的形象 跟基督教的形象 就是得罪誰不好,你得罪黃牧師 黃牧師是全校最大的 比我同校長還大,他隨時都可以解僱你 這個就是宗教,教會力量 什麼教會力量 我選的圖是否很棒,我正在拍你的點 全部可以變成麵,可以將它變成麵 我也覺得 麵麵,麵麵,麵麵 好 這個很有趣的就是,去到接下一個問題 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就是我們在說,既是有宗教的面量 也在說一個世界史 世界史是政治經濟的結構 我要問的問題就是 我們土人的性質是政治還是宗教 究竟是理性還是 在說一個非理性的啟示 一個神的啟示 在說到底是節學還是神學 這件事就必要引進一個 其實是幾個神學家和政治運動的一些人 我們首先要說的就是神之國度 神之國度是什麼呢 麵麵麵,在這節裡面就開始說這個十二世紀 有一些基督教的運動就開始興起 他想將神的角度由天上拉回地上 這一段其實並沒有很特別的 但我覺得如果我們要介紹人教這本書 我們要給大家更多 context 我們首先說一下這個神之國度 神之國度是什麼呢 我們看到英文版的 英文版的書會將他譯成為City of God City of God是什麼呢 很明顯是一個connotation 就是一個 聖胡斯丁,聖盧吉斯坦 一個四世紀的神學家 他的一個著作 他寫過confessions 即是叫懺悔讀 也有寫過這個 City of God 神之國 好像見過有些翻譯是譯成天空之城 還是上帝之城 上帝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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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主要那個argument是說什麼 或者他想說什麼 他覺得這個世界就是有這個世俗的 有這個凡間的 還有有天國的 天國就是代表上帝 就是神 他所給你的就是一個永生 就是一個 上帝的彰顯的公義 他有一個公正的財權 也有一個公正的恩典 所以說 凡間 世俗的世界裡面 人是有原罪的 從基督教的觀點來說 我們知道大家都有這個原罪 是一些會受到 自私慾望 受一些感情 激情 憤怒 妒忌 諸如此類的一些感情去驅動 這些就是凡間的達徵 所以凡間他就覺得沒有公義 我們不可以在凡間裡面追求這個公義 奧古斯丁就覺得 天國裡面才可以有一個平安喜樂 在神的統治之下 神的這個公正的才股之下 人才可以有這個公義和一個永生 所以在奧古斯丁的文法裡面 他就覺得神學應該是超越了這個哲學的 神學應該是統治這個哲學 宗教的統治這個國家 唯有人在追求一個天國裡面的永生 才會是一個圓滿的 突成圓滿 所以他對於政治的看法就是覺得 只要政治在世俗裡面發生 一定是邪惡 因為人本身有原罪 人是貪心的 人是很多不圓滿的地方 所以他就覺得 唯有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救恩 不可抗拒 irresistible 這就是人要去到最後的 就是說這個 他引生出來的一個legacy 就是他有一個 世俗和神聖角度的一個對立 就是開啟了基督教 將世俗的世界 研製和天國對立的一個思路 他就開啟了 然後我們知道這個整個烏斯丁的想法 然後也會關注另一個 神學家 一個中世紀神學家 他就叫做Akenaz St.Thomas Akenaz 他一個很關心的問題就是 政治是屬於宗教還是哲學 政治的目的是什麼呢 到最後一個目的是 關乎一個宗教性的追求 靈性性的追求 還是一個很現世人間裏面一個哲學的 依靠理性去運行的一些目的呢 他就覺得原來政治有一定的目的 就是為了一個共同的善 對大家都有一些東西 但是 我們知道 在現實裏面有教會的存在 宗教力量的存在 年齡方面也有一個城邦的存在 就是為了政治力量 國家的存在 那個共同善是屬於教會的共同善 還是一個國家裏面的共同善 那麼 他就會覺得 政治有他本身的自然的目的 一個natural 目的 但是同時會變成一個 supernatural 目的 Supernatural 目的就是 歸納到一個宗教的方面 於是他就 開出了四條約方 四種不同的 法律 他就會覺得 第一種是 Eternal Eternal 就是 神 屬於神 神聖的一個 一個法則 第二種就是natural natural 就是理性 基於上帝所創造出來的 有的一些特質 然後發展自己的理性 他就用 就為之natural law 第三種就是human human law 就是一些現實政治上 法律上的 約束 第四種就是define law 就是revelation 一個啟示 天啟 一個神聖啟示 一個神聖啟示的法則 這就不是引致 一個理性可以接觸到的 所以他的重詞就是 國王就是在 上帝在世俗的代表 國王就是軍權上手的 當然他沒有用到軍權上手 這些 terminology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國王就是在繁監代表著上帝 而教會也是連接著國王的政治力量 所以說 政治就是服從宗教的權 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知道原來整個政治目的就是一個宗教上的一個含意 我們理解完這個 context 我們就知道原來自從基督宗教成為了帝國的宗教之後 直到去到當世紀的時候 我要說呈現出來的形式 或者它有一個很強烈的傾向 就是將現世和天國 put 分開兩回事去看 於是我們就回到 剛才我們講過12世紀的時候 開始了基督宗教的社會運動 他們嘗試將神的國度 從天上拉回地上 正正在這個 context 回應這個 context 天國國的時間 對 沒錯 嘗試在人間裡面去實現這個天國 聽起來好像太平天國了 但是就是這個 你有沒有讀主土文 其實主土文的第一段已經說了 原理的旨意合在地上 要同同在天上 發生你聽一聽 發生你聽 你聽一聽 I will be done on earth this is heaven Give us this thing or do you mean? 第一句要Give us our daily bread I will give us our sins 沒錯 就是將神獄從天上去到地上 降臨在地上的運動 他覺得在理想國 其實在神的國度 就不是在天國裡實現 就是在人類歷史裡面會實現 例如說在歷史上的情境裡面會實現到這種理想的狀態 於是他們就會引申出一些原則或者一些主張 這些主張就包括 否定教會階層 否定教會的權力 然後進一步延伸去追求社會的平等 財富的平等 性別的平等 不同社會地位的平等 所以我們知道這些基督教運動 就是必定跟當時的教會 當時的宗教權力和政治權力 封建的領主和諸侯互相對待 我們有很多時候會講這些基督教運動 就會講起宗教改革 就會引起馬丁路德 就會引起新教 路德派 菅義文派 諸如此類 是的 那個強帝亦都想提醒我們 其實早在這個11世紀上 已經有很多 早過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運動在進行 我們知道當時的中世紀 context 就是一些教會權力的階層 他們有龐大的財政收入 他們是靠鄉有錢 靠一個賣淑罪券 靠一個收租、收稅 靠遺產 十一奉獻 國際年 有盆滿盆滿 然後一般的農民 就是要開篇雜水 要被那些風紀領主壓抵 然後又要 引受他們的初遣 甚至是 中世紀的時候 那些 德語區 其實是有些 領主是惡道的 如果那個農民是 過身的話 去世的話 那些用具 最好的一些 工具、工具、 田地 都要收歸給那個領主 去擁有的 這些就是 令到那個 經濟上的壓榨 會很誇袋 去進行 去進行 令到每一代的雄民 都會被那些風紀領主壓抵 所以我們看到十一世紀的時候 就開始有一些 所謂異端 就是被 被 浪瓦交情 去判定為一個 不是正統的 一些 基督宗教的運動出現 譬如 領族人就有舉例 就是一個 卡特尼教派 卡塔斯 還有一個 華立道教派 就是 Valdenciens 也是這類型的社會運動 就是 追求阿神的角度 在特殊裡面實現 現世裡面 我們就要 這個 實驗 就是 這個 神的角度就必定要實現 Valden 即是世界 是不是 我想 Valden 應該是一個人名 因為我剛才說 Google那個 他是有一個 有一個人叫做 華立道 Peter Petro Petro Valden 幾個人 他是一個 法國 南部 李昂的一個 富商 他就是 反依了基督之後 就是 把拉丁文的新約聖經 翻譯成為他自己當地的 討話 就 就好像 這個 紅手傳 就跟他的 鄉親父母就報道了 但是這傢伙也很慘的 因為他 他是嘗試 將他的 聖經 翻譯成 他當地的 方言 但是 被 教廷 判了他做這個 疑端 就是 結果他是 那些 後人 就是被 法皇的 法皇老逆實施 就是派軍隊屠殺 就是 本身是一群支持者 追隨者的後代 整個社群 被他殺到剩下200人 這樣 其實就是 在這個時代 就是 當 我們的節目叫《哲學的遺跡》 就說是 古羅馬元老 Beatheos 被判叛國罪 然後下獄 寫了出來 但是其實 這本書最 popular 其實就是 這一個時期 中世紀 這些疑端被人 判了做疑端的 他們都覺得自己是基督徒 他明明覺得 我才是耶穌的追隨者 耶穌運動的追隨者 反而就 要被人這樣去 對待屠殺 以及監禁 所以他們是更加 去流傳這個《哲學的遺跡》 這一本書 他們都要確認自己 為什麼我們明明好人都要受罰 沒錯 其實我們看到整個歐洲 由中世紀 一直以來的歷史 其實是很多這些 宗教的迫害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現代的民主制度 是會很講求Torrent 就是說 我們有寬容的 一些制度 就是對不同宗教的意見 對不同信仰的人 是有一個寬容的 其實 寬教的第一是源自於 宗教的寬容 對於新教徒或者不同的 中派信徒的寬容 而當我們有這些寬容的理念出現之前 其實是一個 充滿血腥和保律的段律詞 例如說 如果我們說法國的宗教的 衝突 一定會說是一個 叫做 姓巴托洛妙的大屠神 那就是 Massar de la Saint-Barthélemy 就是在1572年的時候 一個法國宗教戰爭 就是 他們有一個叫做 結文宗的新教徒 就是 被 在法國的一個皇室 在針對 然後發生了大屠神 就是 令到整個 就是在巴黎裡面的 那些結盟中的新教徒 就是 遇害致死了 就是 數以萬計的人被殺害 這些是非常誇張的 一些 就是 宗教報道 我們說到這個 十一世紀開始 就有不同的宗教運動 他們很著重平衡 就是 不單止是一個 有宗教自由 亦都在說 對抗整個教會 和封建制度 雙重的 壓迫之下 的一些平衡 不是比喻的封建制度 是真封建制度 是真封建 真封建 是 Fedotism 就是一種叫做 嘗試 去到 回復回基督宗教 本身的一個 面貌 原本面貌的一些 運動 因為本身 我們知道基督教 都是一個這樣對抗 建制 對抗這個 對抗這個 挺有政治力的 一個運動 同時我們見到這些 所謂 被教訓 耶穌是 重要當年 NNS 糟糕了 你見他不斷走 走那些紅線 那些法律賽人 不斷想善他 然後他就要不斷 很圓滑地說一些 海撒的歸海撒 上帝的歸上帝 是啊 其實那些法律賽人 去試他 就是拿銀子 說你現在 看看銀子上面是誰 你認不認他 是啊 那耶穌最後也是被委引入 沒有辦法 在不同的時代 都會有不同的局限 那你之後就 為什麼有一些 那些異端 就是所謂異端 就是 被壓迫 但是有一些 又好像可以 可以留下 有得留下 例如 Saint Francis 那些 又好像是沒有被人迫害的 聖方製閣 嗯 沒錯 聖方製閣就是 就是當年的民主思路 中間派 那他就是既是效忠這個教宗 那也都是 同時是 反對這個異端 那就是 他的目的就是想傳福音 那他仍然是 他跟教程是逼了一個交易 那就是 我現在遵守你的 你的規則 你的新的遊戲規則 然後就 同時我就自己做自己的 那這個因素 我推斷了這個 我不是說是宗教史的 就是很熟悉 就是很熟悉教史的 但是 我覺得這一點就是 因為封制國 他本身那個 封制國會 其實是一個很 一開始是一個 一個 類似fraternity 這樣的形式 就是他很 很少 很close-knit的 一個 一個 就是組織來的 所以他本身不是說 叫做 他不會鼓動一些人 走去 搞事 就是他其他 我們看到之前那些 所謂的異端 就是會 他會組織一些人 然後就去到 就是 政治運動 但是 就是 方濟國就 似乎沒有這件事情 他們都很願意接受 一個 搞停的一個 命令 所以我們看到 就是 San Francesco dassisi 就是 阿西西的 方濟國 方濟國 對 沒錯 方濟國 就是 他得到了教宗的批准 成立了這個 這個方濟國會 還有聖方濟國有一個很有名的就是聖方濟國圖文 大家都可以找來看一下 甚至現在好像現在那些 即香港都有 都有 San Frances 是不是同一個 是否同一個方濟國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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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方濟國 就是傳回聖方濟國 是呀 即他們就有一個聖方濟國圖文 就是 變成很多流行歌 就是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的 聖方濟國 Prayer 原來 沒錯 我們就看到 有些 一些宗教的運動 同時也是可以 就是在教廷的控制之下延續下去 我們現在就 再去看 再下去 我們一般認知 宗教改革的 馬丁路德 他就是 就是 就是 可以啟作所謂路德派 一個新教的教派 他就覺得 是恩信清義的 是一個 就是 每個人都可以 直接跟上帝對話的 就不同 不用中國教會的 的 所以就是 他上次是 在挑戰中 當時是天主教會 當時是教廷 那麼 但是他同時 也是一個 怎麼說呢 就是 上次將那個信仰 是很有政治 很有政治主角 就是將它包在一個 屬於私人領域的空間裏面 就是一個個人的空間裏面 就不是說 要去現世裏面 不是跟這個政治的力量去擂抗 就是一個 嘗試在改革這個信仰的體系 這個宗教體系 所以這個結果就是什麼呢 我們看到 雖然馬丁路德 他是說要改革這個 基督教 但是他也是 對其他的 宗教 就特意致農民起義了 那就是 一大班的 就是特意致 特意區裏面的農民 就是 就是 被那些 封建領處壓渣 然後 被教會壓渣 然後就 嘗試去到 起義 然後挑戰 當時的 政治和 宗教力 但是 這個 那麼普通 那麼 可以說是 農民階層 甚至是無產階層的一個 就是 起義 但是 巴東 其實是 非常反對他的 甚至是 就是 支持 那些這樣的 諸侯國 去鎮壓 給農民的 所以這個其實都是 很 跟我們一般的理解 其實是 有些不同的出入 有一種 real politics 的分析 就是 因為 其實 為什麼 新家會 比那麼多 一例就是 中產階級 和印刷術的 興起傳播都很快 第二就是 其實是 因為各地的國王 是想跟 教廷分析的 所以 其實很多時候 新教都是 得到 那個 國家 那個國王 去 endorse 他才可以 大贏 其中一個例子 是 基本上 在 95條提綱 釘了之後 第二年 瑞典就已經 立即 convert 了 做新教 在那個年代 是超快的一件事 基本上 是 起碼快過 我們爭取 保存先 而那個具體發生的過程 就是國王領軍 去攻佔那些天主教的地 然後天主教 也都有自己的軍隊 是 他們是 透過招套政策 浸死了那些牧場裡面的生蟲 來抵抗 最後都抵抗不了 然後 就被 國王收了 然後就是這樣 在聚受國王 沒錯 所以就是一個 當然他有政治的考量 會見到 今時今日 我們看到 香港的教會 都有很多不同的政治的考量 那就是 比如在這個 同佳 陳同佳的 事件 我會見到 不同的宗教領袖 都有自己的政治考量 同時 有說回那個 教會 譬如聖功會 其實都是 那時英國 那個國王 我忘記了 誰 但是 他是想跟老婆離婚 但是那個 教皇 不批准 他們就 算了 不理你 不理你這個教皇 自己就 自己在英國 成立了這個 就是他自己的國教 成功會 這個過程很血腥 就是他們中間 打仗是 有很多的 日事 是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沒錯 沒錯 歷史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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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 在講馬丁奧德 亦都要看一個人 他就叫做這個 Thomas Wynter 中文也叫做 文采爾 挺好聽的 文采爾 他就是一個什麼人物呢 他就是 基本上是馬丁奧德的一個 可以說 被馬丁奧德影響很深的一個人 他是一個 神堂家 他一個宗教領袖 有些人說他是馬丁奧德的 是馬丁奧德的弟子 他是一個很激進的 宗教領袖 他就是 他就是 領導這個 他帶領這個 特意志的農民起義 他 想做什麼呢 就是 是恩格斯的說法 因為恩格斯他寫過很多 關於 特意志農民 戰爭的一些 評論 恩格斯就有這個詞 就說 在文采爾的解釋中 所謂神的國度不是別的 就是沒有任何階級歧視 沒有自由制 沒有任何獨立於社會成員之外的 國家權力之社會狀態 有人說 文采爾 想推翻當時的統治階級 就是要 搞革命 然後天國就會光臨 然後上帝的公義可以得以彰顯 然後大家都會平安喜樂 所以我看到這個 文采爾 Thomas Muntler 就是 他想做事就是要恢復人類本身的平等 這件事是非常原始基督宗教的一個主張 他更加要是 改革這個教會 就將它變回原本一本 就是不可以再壓榨窮人 不可以再濫收不同的 可圈集瑞 除此之類 同時要 革取貴族和神職人員 因為他們在破壞基督的統治 他在哲學的政治公年裏面 他很強調這件事叫做 Omnia sunt communia 如果翻譯了做英文 就是 All things are to be held in common And distribution should be to each according to its needs 其實是共產主義 簡單來說就是 Distribution should be to each according to its needs 就是你需要些什麼 你就拿什麼 然後 你的財產的分佈 其實就是 按住每個人都是這麼高、這麼大、這麼崩潭 這位仁兄就是文采義 很支持馬丁路德的一些反教廷主張 但是他也沒有像馬丁路德 那麼 那麼 就是 心事肋勢 或者沒有那麼世界制 就是他就是直接領導了這個農民起義 那麼我們就 會看到是兩個同樣是 雜貼算了 是的 沒錯 當然他最後也死得很慘 他最後是被人收交、虐待 然後就處罪了 沒錯 這個就是 領古行人說這個 嘗試將 交換模式D 就是說那種土製宗教 呈現在整個歐洲 由 亡物的滅亡 到一個 中世紀 到宗教改革的一個過程裡面 是如何慢慢呈現出來的 同時 丙古行人也有說到一個 隱形的交換模式D 因為我們剛才說 其實都好像沒有看過交換模式D的概念 但是 其實丙古行人就說 他看出了一個原因就是 我們從 以往 那麼多種 交換模式ABC 三種模式 所結合的一個 社會構成體裡面 其實是 會見到交換模式D的影子 就是普遍宗教的影子 具體來說有什麼的呈現呢 有什麼端例呢 就是說 其實國家或者政治力量 其實是不斷在吸收普遍宗教的法制 即是他們將普遍宗教裡面的一些 一些特徵呀 一些的主張慢慢吸收到政治的體制裡面 然後嘗試用那些 的主張 他們的規範 去到 為自己去到 在放置一些 的規則 從而影響到西族的政治體 那麼 丙古行人提到兩點 第一點就是教會法 中世紀的時候 教會就在國家 在一些領地 就是諸侯的領土裡面 直登了 接受了 以前的一些世俗的法典 例如日文的習班法 以及一個 羅馬的成文法 就是 形成了教會的法律 他就是 開始將一些 宗教的倫理的考慮 例如 對藥制的保護 限制私鬥 一些合理法 即裁判合理法 這些這樣的 教會的倫理 就是將它融入 那個法律的點章去面 第二件事 第二 出現的就是 當我們看到現代國家 或近代的國家 在這裡興起的時候 去形成的時候 其實都是 借用了很多的教會法 一些普遍宗教的研發 去作為他們的一個 理性賞 或者是一個 倫理上的基礎 這是一個很顯著的例子 就是 我自己加入了 就可以看到 其實主權這個概念 都是來自於宗教的 一個觀念 因為sovereign 本身就是指高無上 可以 獨斷獨裁的一個 統治 的一個 一個個體 他本身這個 意思也是宗教的含義 就是 神 就是上帝 就是一個 子高無上的主權者 但是當我們看到有 現代的 國家的觀念出現 一些 國際的 體制出現的時候 都會見到 是嘗試 就是一些政治理論 會嘗試將一些 宗教觀念 就是移植到 現實的政治制度 比如就是主權 變成了一個 就是叫做 公主的權力 或者甚至到後來 就是 是勞梭說的一個 就是人民主權 的一些概念 所以 總結來說 就是說 丙谷恨 就說 交換模式 雖然在現實中 就是不存在的 我們在這個 這樣的一部分 就是《二端與千禧年主》 裡面其實都沒有提入過 但是我們處處 都會看到他的影子 更加 我們不會忽略他的 重要 關鍵 就是 一個 作為交換模式的 一個情形 就是普遍宗教 慢慢地影響 一個世俗的政治的體制 這一部分《二端與千禧年主義》 就說完了 但是我剛剛才發覺 其實原來 一直都沒有提過 什麼是千禧年主義 慢慢地說 我想完 我下次再說 會完整一點 所以你可以 再說一下 千禧年主義 好 因為關我的事 OK 好 千禧年主義 其實因為 我先離身 我不是一個 即是我宗教士 或者宗教 都不是一個我的轉場 那千禧年主 其實就是 我也是 就是 Crap 這一部分的實力 才開始 去看的 基本上千禧年主 就是一個 就是 一種 可以說 理論 就是一些 不同的宗教 或者一些 政治運動 他們所秉持的理論 如果在基督教裡面 來說的話 他在 每一千年 就是一個循環 如果沒有理解錯的話 他就是 他說 人之間 現實中的 社會的一個巨大的轉變 就是用一千年 作為一個周期 在基督教裡面 就會叫做 Millennialism 或者叫做 Kiliasm 就是 就是 我們會見到 在不同的宗教裡面 就是 名教 就是 摩尼教裡面 其實都有 千禧年主義的 出現 那 為什麼這一部分 叫做 這個異端與 千禧年 主義呢 就是 因為 我們看到 異端 就是 教廷 他們不認可 就是教廷覺得 這些不是正統的 不是正宗的 那就 不可以承認 他們為一個 就是 天主教裡面認可的 一個 宗教的運動 然後 就是千禧年主義 就是 可以說是 其中一種 這些 的 比較神秘主義 或者是 跟教廷相違會的 一些觀點 應該就是 大概就是 這個章節 他 屋下人想說的 一個地方 好 是的 那 我的部分 就 我們 下一次 留待下一次說 雖然其實我的部分 應該就是 會包含著 整個 這個普遍宗教的一部分 去 說 為什麼 普遍宗教會跟 那個帝國 是 這麼有關係 但是都因為 我的部分是 蓋上了 佛教 伊斯蘭教 以及 儒教路 道教的 部分 都挺多 以及 環跨的 首先是 不同的文化圈 再加上 歷史的跨度 都挺大 就是 由 漢朝 東漢 漢朝之後 去到 明朝 去到 清末 這樣 所以我也 不想今天很急地說 因為如果不然就會 miss the point 所以 留待大家 你可以先看我們的 notes 先 看看我們的 memes 然後 下一次 再說 再說 好 好 謝謝 沒錯 我們就很感謝各位收聽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就follow 所有的cohost 以及follow 我們頭上的這個綠色屋仔 如果想看我們今天的notes 可以按進去我的profile 錄到我的IG裡面 按我的bio那條link 就可以見到的了 我們這個節目就下個星期再見 我播了ultro 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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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同我 同同我 風雨淡 情有可憐 同同我 只心悔悲 分擦我 千年 有你同 唱得知恆 不想我 未歸 不怕她 無人 無女 想我 能回歸 同同我 只歌歸 風草 千年 有可憐 受到憋 許悲賞 不是故意的 聽不懂 但不想我 往後 想你可 好扯愁 好扯愁 是可憐 因此選擇